哎呦我操这乐还添过了 这他妈乐添过 扎了呀不会输了吧 这他妈是谁呀 我跟你说 刘起要死了我打不过的你知道吗 这他妈是谁呀 刘起死了我打不过的 刘起要死了我打不过的 你别哈哈了 咱们听着严厉个的炸炸糊糊 哎呦咱们这不是咱们不知道曾玉博吗 咱们不知道不再打这个 今天在最后一局 你都开播了吗 你把录像先解压一下 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 我先把录像伦也深远 over 我先把录像先解压一下 我先把录像伦也要落下 就能不能善给你 我再画一录像伦也就有 那其他人 我先把录像伦也愚厚 我再画一张 我的天呐 天过了 我的天呐 我丢你老毛啊 不是这了不是天过了 还想想裸摸一个桃子 太好了 你看我这个地方 因为我拿的这个沙 是那个什么的牌 我操 出个桃春天还红桃了 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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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打肯定打不过了呀 打不过了呀 别问 问就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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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问 问就是菜 你看他又吃个桃 给他回到三三了 打不过了 标吕布打不过 邓爱留期打不过标吕布 两个乐不是天过 两个标吕布 菜 对啊 人家一号位标吕布 四号位香香 我什么二接邓爱 三标吕布打不过 菜 不是先杀香香 因为我有乐 我肯定把吕布的血线压下去 香香有八卦症的 不是不打香香 你们知道个鸡 哪个不打香香 香香那个两个乐都添过了 而且摸了个桃子 你看人家莽夫 莽夫就专门克你 莽夫就克你这种 白给的 这个两个乐 但凡有一个不添过 莽夫就克这种白给的 欢迎大家来到 由炎帝解说 老婆嘉宾的老婆被复盘 我是今天的解说炎帝 到你了 我是今天的解说 黄龙志 等一下我把这个 那个不念广告吗 没有接到广告是吧 你今天解说 那个什么 这会儿没有接到广告 广告没给赞助费 就不念了 没给钱是吧 那个什么电竞椅 什么的没给钱 没给钱 那确实不能 不能给人家宣传 人家比如说 来个那么 宇宙飞旋什么的 对吧 给他宣传一波 热血青春 激昂同派 这个总是有的吧 那个 经过我们上 第一天的这个 激烈厮杀 最终是 浮光战略第八名 然后那个 紫棋是战略第一名 然后又经过了 第二天的厮杀 就先不剧透 因为比赛咱们还没看 啊 那个 那个 那个积分图呢 就不 那个其实已经做出来了 只是可能这部电没有放而已啊 太丢人了 不迪标理部 这说谁呢 这个都不关键 关键我们今天的复盘节目 太丢人了 不迪标理部 不知道说谁呢 那个 那什么来着 那个 今天我们 其实他们还老说 我不知道武将的技能 其实我本来可能没有 你本来也不知道是吧 但是复盘之后 其实 复盘之后就学了 恩怨 曹安民的那个 给装备 那个摸牌 这些细节 包括那个顾庸 昨天没有装那个嘉一码 这些 就说明你没有熟练掌握这个武将的话 其实你比赛肯定有的时候会下饭的 对 我们直接看录像吧 好吧 那就直接看录像吧 啊 不是 你应该都说 你应该是什么来着 话不多说 话 之类的 话得多说 不多说 不行 啊 这第九局 你看那个录像那个九啊 那一到八 我们就不看了 好吧 作为解说 怎么能话不多说呢 啊 第九九局 其实我今天的比赛 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看 所以说我不存在 那个 马后炮这么一说 好吧 他这个选招好像不能暂停 他是主公 是许游主公这一局吧 他选了什么 他选了许游是吗 许游肯定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许游主公在这里不如孙昊 我们先在你一讲 没有没有孙昊 来你给大家讲一讲武将 有没有新武将 讲一讲 这里有没有新武将的 没有新武将 出现过吧 昨天 没有 诸葛克 昨天没有出现过 诸葛克的两个技能全改了 所以需要给你讲一讲 我分下身份 你先讲一讲 我没有看过 我这个流血向忠臣 你先讲一讲诸葛克的技能行吗 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诸葛克这个技能 现在其实大幅度加强啊 首先这个傲财呢 前半部分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裸奔的话 你可以看四张 从里面选择基本牌 这个就保证 其实加强了很多 所以说有的时候 一般来说 诸葛克 他反而愿意裸奔 而不愿意留一张牌 你讲一下读武吧 读武的话呢 就是以前 跟以前那个是一样的 但是他就是相当于 一样跟鸭 不一样 对 他这个负面效果改了 就是说读武之后 如果别人兵死的话 被救回 你就失去取力 写字经失效 如果说没有人救回 那就无事发生 对吧 怎么就无事发生了 不是无事发生吗 怎么就无事发生了 如果被人 如果没有被人救回 你可以一直用这个技能 对 他就可以 就可以一直砸嘛 一直砸 这不是发生嘛 那不叫无事发生 那叫可以一直砸 有人救 他就跟那个是一样的 跟那个老福的是一样的 只要有人救 就是一样的 没人救 就是可以一直砸 对 一直砸 他可以比如说 你先全场 比如说你有 有无数张牌 你把全场都砸到一血 然后都没有逃 就是全场都砸死 以前就不行 对吧 以前救了以后 就不能砸了 现在没人救 就全砸死 这个身份的话 我觉得留鞋 比较偏重吧 这个成功 我觉得断位 应该是反贼 无疑是反贼 张张普 这个朱格克向中 所以说我 你七手你会打谁啊 我会打断位 或者打无疑 你呢 打断位和无疑吧 刘烟可能向那一个 对 这个刘邪跟朱格克成功 张张普 刘邪 你可能会认为 刘邪成功 张张普里出个中 或者出两个中 对 我觉得打无疑最稳 打无疑吧 我们两倍速开吧 我这个 寸暮短视 今朝有酒且醉 管胜来日风 他直接打到刘烟 还不快快 导旅相迎 他直接打到刘烟 是吗 今朝有酒且醉 短视 还不快 今朝有酒且醉 今朝有酒且醉 他直接打到刘烟 管胜来日风场 还觉得把刘烟方面 群狼四起 灭其意微重 这个局 我是他 我不会打刘烟 我会打刘烟 好 刘烟效忠 你运为书中 无一 黄的水土 这种局 你分析身份呀 你再听一下 这刘烟这种打法 连内都不可能是 必须是中 对 他那也不是傻逼吗 那他被打 为什么爱好为刘烟 你不要打他 因为他乐自己 就是你跟你配合的 不然他是傻逼吗 你分析身份 你要有这个判断能力 不是二号的刘烟 乐自己 取妖永远 这个他就废了 你仔细想想呀 这个局我是他 我绝对不会打刘烟 我个无一段位里面选一个 咱们看朱伍克 朱伍克的身份其实很好看 你看啊 你看他怎么打 第一刀先杀张昌浦 告诉我问你这是什么 这一定是内 这一定是内奸呀 因为中反不可能去杀 如果他就中 或者是反不 绝对不可能去杀张昌浦 没有任何理由去杀张昌浦 杀张昌浦就一种情况 只有是内奸 这别人不是傻逼吗 是忠诚 你就打这个 那个 打这个刘烟啊 打这个段位啊 这反对你就 打这个刘烟啊 然后成功跳中 那身份就齐了 那身份明了呀 其实张昌浦不卖 张昌浦就已经跳反了 这个局势已经很烈了 我是这么觉得 中神不可能不卖的 不卖就是反 所以中神内奸杀你 你不卖你干啥呢 所以说这个许游 起手打刘烟 说明他的大局官 确实比我们两相 比较差很多 我完全没看过这一集 对 肯定不可能打刘烟的 因为刘烟乐自己 许游你空 他不是废了吗 你不能把别人当傻逼 打比赛 你不能这么认为 你肯定觉得别人 这个打无一是好 所以我都说的 无一断位二选 不可克成功留学张昌浦 这个不可能打 刘烟可言 你许游起手 一定要保证打对 而不是 不是刘烟 他被许游克制 他乐如此之以后 他妈出不来了 对啊 他刘烟如果乐自己 他就只有第一轮秒 属游 妈的 属游的这个音量 这个 炒的要命 这个属游为什么 我直接给他禁音了 这个属游也 也菜 这不是刘烟的乐的 对啊 这不是刘烟的乐 这你不把刘烟的乐顺了 而且是一张无懈可击 对 而且是一张无懈可击 这不把刘烟的乐顺了 不是 我悄悄的 我悄悄悄的 我没别的意思 不过这个局反贼还没赢吧 反贼是没赢 但是 不是这也没输 但是这个没事乐 真的是理解 对啊 不是我跟你说 我因为刘烟的下家 就是属游的下家 是摸不到闪的 你把他乐顺了 你然后你给他 比如说搞一个铁锁南蛮 这种锦囊 对啊 他就爆发了呀 我跟你说 他头把他们都捶烂了 人家刘烟已经跳中了 就算你第一轮认为是反 第二轮你还能认为是反 那不是闹的 不是 朱尔克都跳内 那留言是中了呀 朱尔克上张谱呀 你要是现在辩论 你可以辩论第一轮 你认为他是反 OK 我说什么都说服不了你 那第二轮 你要是还看不出是中 那真的不用聊了 聊不下去 所以说呀 我就看他的录像 我就觉得 这个局内奸立大功 不是 这种局 居然 这个水游主要是太吵了 咱们看朱尔克 好 朱尔克杀刘烟 这里张商谱小德的救啊 其实不应该救的 因为朱尔克没砸过 你不救 他收了 他再去砸别人 你去救 这样他至少 他说明这个 这个地方 我没别的意思 我觉得曹尔克 应该不知道 这个朱尔克的技 他应该不知道吧 就因为 因为 这个留言 这个许优的 对 因为你等他砸了以后 你等他砸了以后 你再去救 那样的话 他就至少不能砸别人了吧 比如说 比如说他砸了 你看他这个 他就不能砸断位了 他最后把断位给砸死了 本来断位 就差那一个桃吗 对啊 他不救 他如果不救 比如说他把无意砸死了 那他你一救 那那他断位 肯定不会死呀 你看断位这个牌多好啊 断位这个牌 怎么两闪 一决斗一杀 这成功能打死他吧 还有无限 这这个雪又就死了 对啊 咱不咱首先不讨论 这个内奸打的 有没有问题啊 首先我认为 内奸打的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其次 就是 不是内奸 看主攻医血了 就是 甭管急血 就是你这打肯定有问题 你这么打肯定赢不了了 其实我跟你说 他这个 在其次就是 虽然说内奸打的有问题 但张商铺如果不去 救刘邪的话 那么断位是死不了的 其实这个 朱格克杂刘烟 这个雪又可以出逃救的 因为这个桃给成功了 对 这个桃给成功 这个可以救的 他 哎呀 说白了 首先 说白了 我跟你讲 程鑫 他肯定就没有看出来 刘烟是中 他就觉得朱格克是中 其实我跟你讲 就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就别的你都不用看 就朱格克上来杀了一刀 张商铺 他就闭着那 就是就这么简单 任何都不用看 因为为什么呢 你去反向思考 你作为朱格克 你是中 你是反 你会杀张商铺吗 你会不会 答案一定是不会的 那答案是不会的 那他吃什么 才会去杀张商铺 就这一条 就可以标出朱格克人类 如果你别人都会玩 没有任何一个人 上来会杀张商铺 那 他这个中 他杀张商铺干嘛 他去打那个流血 打风味不好吗 他是反贼 他他打张商铺干嘛 他这么的 打那个谁不行吗 打那个鼠不行吗 打流烟不行吗 我跟你说 这个鱼 许优上来打流烟 是失误 没有顺流烟的 这个勒布斯是失误 好吧 我总结一下 然后张商铺就流血 也算失误吧 然后朱格克 朱格内奸 我觉得打的 一顺打也算 也不对 然后许优不救 许优不救流烟 也是失误 也不对 哎呀 这里这算台 这里这个算台 朱格克怎么不把乐 给张商铺啊 他为什么要自己拿乐呢 虽然说有 对 这个光哥的这个桃子 真的不该救的 就让流血死 因为朱格克是可以 无限杂的 虽然说有无限 但是你这个朱格克 肯定要把乐给张商铺呀 那万一乐弱呢 你不乐 他们你怎么玩啊 他能动你还能活吗 你又能控制 这个一个 就是这个 二后的留言 做反的真的没有用 就是除非他一轮秒谈 对 你只能这么想嘛 你后面他乐自己 他出不来 那轮后面他肯定死了 他两轮不能出白 第一轮就不应该打流言 第一轮就打这个无意 因为 因为这个 首先你 你认刘烟 有可能是内 或者偏中一点 然后朱格克偏中一点 然后有三个辅助 三个辅助 总不能都是反 把里面出一个中 那你去打无意 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最符合逻辑 对呀 我说了呀 我这把我是完完全全 没看过的 我下午都没看直播 我就说了呀 分析就打断位 所以总结一下 是主攻反正有失误 然后那个张商铺去救 这个流血肯定也不对 然后内奸 说实话这么打 就 肯定也不对 我总结一下 这一把就是 三个字 大乱斗 大乱斗 你觉得怎么样 这把说实话 感觉 反正就这样吧 反正我们总结都总结了 你们自己去 看看第二局吧 真的就是 我就看这个录像 就许有主攻 你一定要开怪 开队人 你别打到队友 第一轮你不要想 你许有主攻第一轮 打到队友就什么 就就非常少内耗 我跟你说 那个九杀 他要是九杀 把那个打死了 那个刘烟干子 就新冲了 新冲了就炸了 忠诚是不可能救的 对 忠诚的忠诚能救吗 反对有可能救 反对也不一定会救 好 这把这个内奸 慢点慢点 我这个他这个慢 是慢 哎呀 一开始一倍速 然后一会开的时候 再两倍速 我直接八倍速 出这个选将宽 我就改成一倍速 你会选谁呀 我这边还没到 曹修王双 顾庸三选一吧 吕布就别 曹修王双 顾庸 顾庸 你再提一下 那间四选的好一点吧 我觉得吕布 真的不如曹修 恕我直言 肯定选曹修 别选这个烂吕布了 这个烂吕布 在老福当那间 每次都被人一顿锤 一点用都没有 别选吕布 真的 我跟你说 吕布这个武将啊 祖宗不喜欢你 祖宗不可能希望吕布中 反正有时候杀不到主 就杀你 就干你 就看你是那 打不到别人就干你 怎么了 我大胆预测 这把吕布那分肯定混不到 他能混到 我一把键盘吃了 这把肯定选曹修好 对 曹修的能力 是完爆吕布 而且曹修 那吕布干什么 那吕布 你看有没有 讲值得讲的武将 好像没什么值得讲的 都都差不多 标下身份吧 没得讲 曹修你肯定能标出来 以你这个水平 也就能标出曹修我估计 别的应该 但是我觉得 这个地方我个人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琴蜜不能做中的 沙漠哥主攻琴蜜中选的不好 所以说 不是不是不是 你的意思 你知道琴蜜是中是吧 不是我觉得琴蜜是反 好 琴蜜是反 还有曹修是什么 曹修肯定是反呀 曹修是反 好 还有谁是反 王平也相反嘛 王平也相反 那王平是曹修哥选的 有可能是中 对对 曹修哥选的确实有可能中 这个我忘了 不要看ID的 因为王平在这个将军 做中是合格的 而且还可以拖沙漠哥的刀 王平做沙漠哥的反 还真的有很难受 拖到中了 咋了 有什么问题吧 拖到中 所以说王平肯定不能标反的 对呀 这个句 我觉得曹修 琴蜜是两个民反 对 别的都能标 沙漠哥主攻 琴蜜中真的赢不了 李绝没有偏中内 可以说 李绝这位置 他妈的反也可以 李绝偏中内 李绝偏中内 就马后炮了 那就没办法了 李绝这位置当反咋了 前面给主攻移动锤 他不能砸吗 你不要说这砸不了 咱们擦是六号位 李绝当中也没问题 你不要觉得 擦是六号位 咱们前面还还有人要出牌呢 不是 王平当沙漠哥的中 没问题 你们不要乱 没问题 人家可以拖刀的 有什么问题吗 比如说沙漠哥一顿过了个七零空 王平把他七零空下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王平的这个里面是有能力的 对 而且你不要小瞧王平 王平绝对可以当中 我跟你说 这个局我感觉反对要一样 这吕布也不行 反对要一样是 他妈因为有曹丕 看一把 这个局我们直接开吧 两倍速开还是一倍速 一倍速吧 我没看过 一倍一倍一倍 一倍速吧 我们开吧 他剩曹丕 就干曹丕 九大曹丕 曹丕这里 梁雪他肯定不舍得卖的 因为梁雪卖太伤 一雪他肯定就卖了 不是曹丕这个武将 你有的时候不能瞎逼卖 就死了 开始逃是少的 你得主动 曹丕这个将主动去卖 比被动卖要厉害得多 是的 好 看一看曹丕 曹丕挂了一个古丁刀 不会这吧 曹丕哥又没赢吧 好曹丕过了 曹丕肯定是我先过了呀 看看前面 两倍速吧 这一倍速也太慢了吧 对太慢了 两倍速两倍速 好 他直接猜一手曹丕 然后跳中 然后你猜错了 开始中 他他不敢打曹丕 所以跑去打这个王平 其实啊 我是觉得呀 你还真不如 你第一个中 你就干曹丕 你不对 不 哎呀 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 我跟你说 他不但没干 后面别人开南蛮 他还给打无限的 有啥好打 是我 我绝对不打 不是 这种局 你越不敢打曹丕 你就永远赢不了 你这辈子 赢不了 他好像离枪了一下 我跟你说 你看他扔了个南蛮 我跟你说 这个牌怎么打 你直接杀曹丕 然后开南蛮 不是 你先开个南蛮入侵 让曹丕卖血 再杀他 对 你先开南蛮入侵 他肯定卖血 然后你再杀他 他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不是 王平就算是反 这种局 一定要干曹丕 对 这个 对 反为如果 忠诚 你是不敢干曹丕 你这辈子 就是不了 对 这辈子都用不了 他这里确实是 应该先开南蛮 因为你先开南蛮 第一 上不喝 可不过一掌 第二 曹丕他必卖血 他卖血以后 你啥也不干 先开个南蛮 你别拆 然后你再反手 捅个到曹丕 曹丕翻谁 他都翻对 反手一拆 他翻你就翻你 我跟你说 翻你血赚 而且你觉得 他不能卖 后面有的是 可以卖的机会 你看你不让他卖 王平让他卖了没有 王平不也让他卖了吗 对不对 他肯定能卖 他不可能不卖 你看 你看这声号 打不到别人 就是打你吕布了吧 看见没有 声号这个反 打不了别人 打你吕布 怎么立法 吕布就是这样的 吕布就是这样 没得打就打你 不是主要是 勤迷 你绝对 赢不了 赢不了 也可是一对 就你是忠诚 你打王平 也是觉得赢不了的 王平这种 就让你揍一下 咋了吗 对啊 王平这种无所谓的 我跟你说 你选曹修 这个孙昂敢打你吗 不是 这个李爵 为什么要去打吕布呢 就干曹拼呀 不是 不是 这个李爵 怎么还能打吕布的呀 你去打那个孙昂 不是 这孙昂跳反 看不出来吗 他能是中吗 他是中 他打吕布干嘛呀 他是中 你也是中 他不是就打你李爵了吗 他去打吕布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 这个 怎么能去打吕布呢 不是那乱来吧 这个 这个李爵 正好打吕布可以 但是 你也怎么可能 去打吕布 这个局不敢卖曹拼 我觉得主宗就 对吧 不会 对吧 曹理哥应该赢了 真的 不会这样吧 也输了吧 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主宗 已经赢了 这边 这边我李爵 掏了个连弩 可是一阵坎 好像打出来 成分的输注 对对对对 掏了个连弩出来了 这边挂个闪电 过个盘 灌什么 单纯为了过牌 看我一招 铁吉利孤独 我操 不过这样 我操 我感觉 曹理哥是没低呀 操什么 从王毕手里 掏了个连弩 你敢信吗 这要操个连弩 好这边 这种剧你知道吗 沙漠哥虽然被翻了 但是沙漠哥没掉血 但是为什么没掉血 无血 有个武将被翻了 不掉血 就是白翻 真的 你翻了 他不杀他 这种没法 好 这种情谊 人家虽然 人家虽然 无所谓 好 这边然后被杀 被这个猪然杂 猪然还挺保护的 攻敌不备 好 飞飞孙号 跟孙号要个牌 孙号说给给个桃 或者给个啥玩意儿 看他给什么 露网之鱼 露网之鱼 好 刚才拆了 没有那 顶 人家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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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为何不宇 众人 没有不宇 我在看 我跟可能跟你 心动条不一样 哈哈哈哈 没有不宇 我在这个东西 就看看过程就好了呀 哈哈哈哈 没有不宇 我我有一说一 我感觉他没有发挥好啊 是不是 我感觉 他们跟潮流 一起打开 是不是紧 紧 谁没有发挥好 我跟你说 这把选 选曹修 是另外一个局面 但是这把吕布 他把 不是 你选曹修 我告诉你 孙昊绝对不会打你 孙昊绝对不会打你 他不敢惹你的 因为你 你掉了衣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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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敢不敢惹你的问题 是你选曹修 他就看不出你是内边 他就不敢 就算他打你 他知道你是内边 他不可能打你 你选 不是 我就告诉你 你选曹修 孙昊有什么理由打你啊 对啊 他没有理由 他不可能打 就算他敢打 他也 哎呦 没有就算 不可能 我因为你是孙昊 这百个逃袖 你会盲狱他吗 这傻逼才盲狱 他不可能 没有这种可能 零可能 是的 这个局打了半天 曹丕卖血 沙漠科一血不掉 全都是干这个 秦密跟这个 李绝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啥没什么 因为沙漠科 都无血武牌 打不动呀 我跟你说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十周年 比赛这个将士 李曹丕不厉害 你有没有发现 还行吧 只要武将够凶就厉害了 是的 但是十周年的 这个 其实短板武将 比较少 斗地八二八的十张办卡 非常感激 我是觉得相对平衡 这些斗地八二八的十张办卡 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十周年 这些武将 他有的都突破了 不是 只要输出够猛 还是厉害 曹丕还是厉害 这把奇密 反正 曹丕到现在 也没有死 先下去 先下肯定去 这个李爵 就没有出来过 第一轮出来过呀 第一轮不是动了吗 第一轮还打了一打 他这个那 又九杀 九杀吕布 九杀吕布干什么呢 还不如九杀李爵呢 死成危难 他有乐 他有乐 他想 祝然把他收了 我觉得九杀 九杀这个谁比较好 九杀李爵比较好 其实吕布决斗 祝然 祝然是不是不磨牌好一点 不磨牌 然后把 因为把吕布给砸死了 砸死是吗 砸死 然后让草皮收支 他这里面 为什么不杀 他这个杀一道李爵 把李爵这个判定冰凉拿过来呢 对啊 但拿冰凉也没啥用 说真的 这时没啥用 这有局不会 不会祖宗又赢了吧 应该不至于 萨布古风 拿了个塔 那麒麟 银哥鸟 你看看孙昊的状态 能赢吗 你看看孙昊 对啊 孙昊这个状态就不可能赢 祖宗就不可能赢 孙昊这个状态太好 就不可能赢 是的 这个局 秦密选 自动选的就算了 如果有机会 刚才万念 刚才万念 沙漠哥都没出闪 这边 哥老爸 有杀这个沙漠哥 万念 沙漠哥都不出闪 肯定是没闪 对 万念 沙漠哥都不出闪 他不可能 去防什么酒杉 因为他不是急火点 他没必要去防酒杉 这个局 他都宁愿 他都宁愿吃一个酒杉 他都宁愿提李约 吃一个酒杉 是的 所以他有闪必出 所以说沙漠哥 必没闪 必没闪 基本把连鼓收过去 沙漠哥就散不了了 对 这个孙昊的状态太好了 这个孙昊 孙昊据说什么五个桃 你看孙昊那个 冠石府扔俩桃 全是桃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呀 其实曹丕一定要引我上 你后面他摸那么多桃 你就坐牢吧 坐牢吧 你前面不敢打 你前面桃少的话 把曹丕头都打烂了 前面就开个南蛮 他就卖了 他卖血翻沙漠哥 然后你再干他 因为因为你不干 他有队友 你看你最后你没放南蛮 曹丕没卖血 再进回合 最后是不是主攻还是被翻了 他有队友 他把有一万种翻面的办法 现在是五个 对呀 他主打曹丕 一定要让他被动卖血 一定要让他被动卖血 不要让他主 别队友配合跟他卖 对因为他主动 他就调整好节奏了 你被动 他没有调整好节奏 他就不好翻 你比如说 你放个南蛮 他第一下翻了曹丕 杀了沙漠哥 你再干他 他翻谁 对把他干到医学 他翻谁 他只能翻 他不可能翻到李绝 这个曹丕 他不可能翻到李绝 因为王平孙昊 李绝这你根本看不出来 他只能翻吕布 吕布他都不一定敢翻 他可能就翻起命 你翻就翻呗 对呀 李绝回合内肯定狼席 这个降面 对 你干狼席曹丕 你只有第一轮 英文上把曹丕打死才行 如果李绝的曹丕 李绝狼席加那个输出 曹丕干死 这个局我跟你说 只要曹丕死了 这种大肉牌 内奸不管怎么控场 这个局主动必赢 不可能输 反贼的火力不够了 我是觉得 但是曹丕 曹丕只要不死 你就不可能赢 就是曹丕是反贼 你就只能打曹丕 就干他 当然你要看情况 你别你下家队友 马上动 你就杀他一下 那你他妈的就是成了叛徒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那么联动 你不让你下家队友都不许 下曹丕 下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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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感觉这把 但是这把 你有没有发现曹丕哥赢了呀 赢了赢了 王平绝活才能赢 赢了 对结合 这下一局是第十一局 第十一局 好 第十一局 这把这个反贼 这把是个曹丕主的 七号位反贼 你会选什么 我会选曹冲 对曹冲 曹冲或者中央 因为因为 因为因为曹丕也行 因为曹丕主攻局 对于反贼来说 是要把节奏拖慢 活下去 因为因为主中是要打快节奏 你把节奏拖慢 拖慢这里面能拖慢 就是曹冲和中央 把节奏拖慢 对 而且曹冲和中央 没问题 中央更主动 曹冲和中央 曹冲是压制AOE 曹冲和中央 还不怕不怕被发便 这个里面 我觉得曹冲和中央都可以 这个里面 这个这样就很好分析了吧 这无疑征集两个 我这边还没过去了 这朱志 朱志肯定 朱志甘尼 加中央三个反 等一会儿 你等会儿 我这边还没弄 也不知道为什么 等你一会儿 他这个 他妈的选将老子妈的卡了 也不知道 他妈的啥时候出级入 选将就 他暂停不了 选将的时候 卡了一比 他说中央也没问题 中央朝中央 我觉得都可以 这里无疑肯定 这个江面 他妈太好分析了 这个江面 这个江面 分析不出来 我觉得 对 四五六七 必反 二三八中 没有别的可能 没别的可能了 没有任何容错率 为什么 首先潘骏 在逃避中 他妈就不能当中 就肯定是个反 对 你别说给另外一个中 朱志就更他妈是反了 朱志也不可能说 去哪逃避 干你的就更是反了 更不可能当中 所以这个江面 名牌 名牌 就是名牌 名牌 这个江面 这边就是铺开了打 就是这边四个 那边打这边四个 就名牌 如果这个江面 你还有什么意义 你说我看不懂身份 那不觉得 这个江面 我觉得就都没有容错 没有任何容错 就是名牌打 名身份打 比如说内奸会选甘宁吗 内奸会选朱志吗 内奸会选中尧吗 会选潘骏吗 内奸都没有 唯一的容错 就是无疑沙漠科里面 有一个人是内 有一个是内 但是内开始你不用管 所以说 这局就扑开了打 开团的局 所以说扑开了打 你就要想 我们这边扑开了该怎么打 这个局啊 就是反贼 这局我跟你说 曹毕打的不好 曹毕打的不好 曹毕这里不要去打甘宁 打潘骏 对 这个联动要打潘骏 你联动要打潘骏 因为潘骏好击杀 而且潘骏厉害 而且潘骏要比甘宁厉害多了 所以这里曹毕 曹毕没有去打潘骏 应该去打潘骏 他翻的谁啊 他翻甘宁啊 哎呀 你要不就翻朱志 要不就翻潘骏 肯定翻个 干净有啥用 不就拆两下吗 拆就拆呗 他一共 不是拆是最没用的 对啊 两个公斤 方天不挂 谁有方天 谁有方天不挂 我想起来了 对 我他妈想起来了 这局绝对曹毕的过 曹毕我想起来 他手牌了 他手里有一张过拆 有一张丰天 这牌他妈挂丰天 火攻潘骏 然后杀潘骏 潘骏怎么可能死了 然后再获拆再杀 不是 潘骏可能死了 我告诉你 火攻潘骏 挂方天 火攻潘骏 拆潘骏 杀潘骏 叫四雪 有可能死的 是 我想起来了 曹毕这牌手里有方天的 我记了 我当时看了 这牌绝对曹毕的火 就是曹毕他没有 他没有判断 这个局势该怎么打 这个局势 你想啊 如果你去定点 去杀潘骏 就算没死 后面无意加真机 去集火潘骏 潘骏可能就死了 不死把他翻了 这个局 你知道这个潘骏 朱志有多厉害 而且 而且就是没有意识到 这个局的核心 根本不是甘宁 这个局的核心是潘骏 这个 甘宁 甘宁说个屌 哎真的 我跟你说 甘宁就一手大招 这个灯泡 我就这么说吧 甘宁咱们就 让他 满手牌 四手牌加两手牌 六手牌动 六手牌动 他最多拆三张牌 拆三张牌 能干啥 能怎么样 这个牌有方天五 这个牌我想起来了 有方天五 我去击杀潘骏 是这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牌去击杀潘骏 我跟你说 潘骏真的有可能死了 加上真机和无益 就真的有可能死的 不是 不光是这个局 然后翻要翻朱志的 对翻要翻朱志的 我刚才说了 不可能去翻甘宁 你翻 因为 因为你击杀潘骏 翻朱志 因为你不翻朱志 你翻了甘宁 朱志可那乃两下 白打 一点又懂 就白打 就所以说 你之前做的 就是你看现在 现在就是 你之前做的 所有的动作 都是无用功 另外我再说一下 你中阳 你过后拆桥 你拆真机的解一马 干什么 这么的 你拆沙漠克 沙漠克位置的手牌 对 拆沙漠克位置手牌 这个牌 我跟你说 上来 击杀潘骏 必须的 不是 你这种真机的解一马 有个屁的拆的呀 你拆沙漠克的位置牌 那个解一马没有什么好拆的 那个解一马 他打猪肢又打呗 打一下 又怎么样 再说了 他打不了 你再打 这些人 解一马没有任何可拆的 你拆 你拆沙漠克位置 你要不拆沙漠克 你要不拆沙漠克 要不拆无异 绝对不可能拆解一 因为无异有可能有拒报 他第一轮应该就扎一刀 逃避过了 他有可能有拒报 然后第二轮走 对 你不跟他解一马 有什么用 就是如果出连弩了 需要这个解一马 你拆了无异一张牌 干宁唯一的作用 就是这个灯泡 他把灯泡用了 干宁有啥用 不是你 干宁是明反 我能理解 就是曹丕的思路 就是他认为干宁百分之百是反 别人他犯哪错 但是问题是干宁确实是明反 但是他没卵用 有人说我分析的 头头是道 打起来就下饭 那好 可以说炎帝 那好 我分析的头头是道 我老胖为第二名 行不行 有资格评论吗 不是分析就是 我们就是 那行 我老胖为第二名 我有没有资格评论 你们平时可以说 谁整天点吹 好 是我每天搁这 指点江山 我是指点 你们说你 你怎么不下去打 好 我下去打了 我一下去打 我就拿了个第二名 你下去打 你能拿吗 干宁当时那个桃园 都不用交大 桃园也不能交大 他回去就让他回呗 你们也回 交给交了 交了 你把他要让真机死 这边无意就去刷草逼 没刷出牌了 就输了 没有桃 没刷出来就输了 你看 这个山本哥还是竹 那没办法呀 竹也没办法呀 这个局上来没有去击杀 潘骏是最大的问题 这牌上来带头 这牌上来带头去击杀 潘骏 如果潘骏死了 主张就 主张就活了 我可是觉得 然后这个中央 这个局我跟你讲 潘骏就是核心 然后朱志福的奶 就干凌中央没有卵用 就他们活到再怎么后面都没有用 潘骏作为反对的发动 不是 就是潘骏 我是觉得 就是下半年那会儿 咱老福也打了那么多 也有潘骏 潘骏都出现那么多次了 哪次不都是被 曹皮主出现都被一顿揍 就这次就不揍吗 对呀 你揍啊 哎 曹理哥这把 可惜了 这局我真的觉得就是没有击杀潘骏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真的 我是觉得 倒来铺开了 其实这局真的太简单了 铺开了是论打的 没有任何容错 刚才是11局 这是第12局是吧 没有任何 真的是没有任何容错 你说这局有什么容错呀 就你们自己说 没容错 这局有啥容错 我真的认为这局没有任何容错 这个八号位的 我等你一下 等我等我等会 他这个他妈的选将 他这个选将根本就看不了他的降面 而且他妈也看不见时间 他妈也不知道到底是啥 反贼八号位 他选了个王毅是吧 可以吧 因为他八号位 王毅还行吧 因为他是八号位 他要不是八号位 他可以选什么丁个员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 八号位凑合吧 大家不显经缘可以 飞线降面吧 有先有没有新 谢谢鸭鸭的五张半卡 谢谢鸭鸭 谢谢鸭鸭的六张半卡 非常感谢 我我我感觉啊 这个朱环啊 应该 为啥去辛苦了 因为你反而 你选这个没必要 这也不 这不是老胖位 这是那个 什么 那个 他他有朱燃没有选 其实八号位 你 其实你选朱燃也没有 不行不行 不行 你吴国 我就问你 你选了朱燃 如果厂上没有吴国 反对朱燃打你 谁背锅 你背锅吗 反正他选王毅 对八号位不好 不是 你就选了朱燃 如果厂上有吴国 那还好 如果没有吴国 就都打你 对 你前面选一点 比如说 你 而且你 居然没 比如说你在法阵 这个位置选 我就都没问题 开吧 开吧 我觉得 这个朱赛 朱赛肯定是中 朱赛肯定是中 但是我跟你说 二后的 朱怀也是中 不厉害 不是 主公为什么要杀郭图呢 对 郭图是一个偏中的武将 为什么不杀断位呢 为什么不杀断位呢 我是觉得杀断位好 我也觉得杀断位好 其实说实话 你杀法阵都没问题 对 你杀法阵 因为你看到了 朱太家朱环嘛 朱环 但是你不杀法阵 你怕被钢的 所以你 这个肯定是坏人 断位 我会杀断位的 你看法证就有破例 直接给春雨琼 法证人家做破例 直接给春雨琼 他场上有周泰 他可以把牌打短一点 倒没啥 春雨琼 这个春雨琼是中了 他这个破例一手 直接给春雨琼 然后给错了 他给他是给他补个粮 你知道吗 这种春雨琼是中 你怎么知道 他他妈的放蓝念 杀锅图还都不是中 还我怎么知道 春雨琼是个中 其实春雨琼的强度是够的 废话 这肯定够 他妈的逼越摸四张 还不够吗 我还是给段位好一点 春雨琼不需要给 他是烦也不需要给 你觉得呢 给反确实需要给的 因为四个粮 可以加四手拍上线 不是 你这个局 你开局 你怎么判断出 春雨琼就是烦呢 我觉得他给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给对了 收益特别好 他主要是看见 有朱环周泰 这个容错很低吧 容错很低 他这个那个郭特冯 你能回个血 看见没有 这种回血 有AOE必摸杀 我感觉这个谁 哥老八 你七号会选一个朱环 干嘛呀 这样你选个朱环被人家干 这样你七号会选一个名声 被干 干啥呀 没必要啊 你这个 对 你选个名声 被干 大家注意 这王毅什么 磕俩头 其实在别人视角 可以知道王毅有大量草子 反正不会磕俩头 浪磕 浪磕我跟你说 浪磕 你也不用选这个 一定要记得狗分 比赛是为了混分的 对 你不能选一个被人干的 你被人干了 你肯定没分 你先别说别的 你肯定打工了 你内奸不能打工 浪磕也不能选猪团 你选猪团 你肯定先 这个局能不能赢 跟你选猪团 也许是别人 这一局他把陈一行的手牌就离谱了 你一会看 不过这个 他们说这个局 什么的主宗都输了吗 输了 你看陈一行 陈一行看这一队牌 你看他最后怎么死 谁怎么离谱死 后面那局亲喷 我已经很轻了 我这样喷得还重吗 不是这个 周泰二部区都要出桃子 对二部区都要出桃子了 这桃子你好歹留一手呀 他两 他不就死了 你他妈傻逼吧 他妈二创 刚才吗 我都没注意看 他妈傻逼 不就死了 还他妈不就 求桃 求到孙奥了 不就他们死了 晚上好 我没注意看 不就已经死了 这里陈一行拿了个连弩 但是 一会你看 段位的乐添过了 段位的乐添过很关键 对他们说 后来过图的乐也添过了 刚才不去 不去二 不然就死了呀 怎么你不就死了 还为啥就 不就死了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他干出环呗 给东位两张 他给王毅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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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王毅个桃可以存着 存着 他给王毅个桃 你给东位存着 王毅怎么存呢 王毅存不了桃的 王毅三选 三选他觉得可以 王毅桃不好被拆嘛 不好被顺了 他还决斗 我觉得这决斗 没必要打呀 这决斗打干啥呀 没必要打决斗啊 这决斗打的就很很差 因为明桃你打不死的 就算他没啥你也打不死 你打这个决斗 把自己扬到易血 然后后面他妈的 死的谁惨 不是这个存在穷 怎么这么惨呀 没杀呀 没杀 天国太伤了 没杀五张 五张闪 你看他死了 死了以后五张闪了 他没必要 南蛮就死了 他没必要去决斗 过途 因为打不了击杀了 因为明桃 反正五五拿明桃 打不了击杀 然后那个王毅 吃了两个桃 王毅吃了两个桃 你这么想吗 打不了击杀的话 所以你就没必要去决斗 这决斗真的瞎逼打 你能 如果能打击杀 还值得赌一赌 你没有打不了击杀 你赌什么呢 老老师两血过了 王毅吃了两个桃 王毅吃两个桃 而且反正有张明桃 五五的明桃 给了 这个那个郭祖的南蛮 是明南蛮 对明南蛮 你这边去决斗 五五的的明南蛮 你这边去决斗 当场就死了 好这边你们全被打死 然后人家三打二为关 你看这个郭祖贼牛逼 一顿操作能回血 段位说他也三个桃 段位也三个桃是吧 王毅这个武将 吃两桃都不卖血 对 吃两桃都不卖血 三四八全是桃 全是桃 你看王毅留三个桃 然后段位也三个桃 真的打得不细呀 早知道这么多桃 连法证都救了 法证都可以不死 有人说六个桃不救 是队友收的 不救就不救呗 因为你有三个桃 你不知道别人有三个桃 你要知道是六个桃 肯定让法证活着 谁知道段位也有三个桃啊 法证活着呢 他妈的主宗还少得一分了 是的呀 哎呀 那个谁 曹理哥来几个天 来歪歪呀 我觉得你那么 那个沙漠科那局 应该是委赢的 这刚才那个 打那个 刚才逃避那局 逃避上来不干潘骏呀 那一局逃避上来 有方天话记 不干潘骏 哎呀我真的 我看不难受啊 是跟你没关系 那种局后面就赢不了了 智柔动高 真洁不宜 其实你二号位 我觉得松号主控 二号位周泰 中不厉害 八号位厉害多了 八号位厉害 二号位厉害 但是这个局跟周泰 也没关系 好吧 这个局跟周泰也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七号位 诸华内奸不好 不好 被打 被干 赢不了 赢不了 被干 反正不管是 主中赢还是反责 因为你肯定赢不了 因为你肯定被干 你肯定赢不了 你铁被干 就跟那个吕布是一样的 选出来就被反责干 你选一个 不是 我我就觉得 有些人喜欢选明内 就是选明内 那还停留在很多年 以前那会儿武将弱 武将出入场 没人惹 对人家 现在他们啥天月了 你一个选个明内 就干你咋了 你不明内吗 就是干你什么意思 你现在内 你也要学会藏身份 不要让人家上来 就知道你是内 我为什么要上来 让人家知道我是内呢 现在这个 你被人家猛干 你就赢不了 对 你不要停留在 还选那种明内的 明什么内啊 我就选一个 你也看不出来的 我中反对都可以 你看不出来 曹磊哥今天 现在崩了 其实说实话 曹磊哥有一说一 比场上的很多人 打的都是挺好 对 没办法 没办法 真的 真的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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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因为这边 周泰没有战斗力 这个孙昊一个人 他也肯定打不了 这个段位 叫王毅 打他们孙昊 跟周泰都够了 这王毅 可这顿边 其实很厉害的 王毅可这八号位 很厉害的 王毅这郭图 你看到没有 他是急攻一 他刚才怎么不回血呀 他是摸的三吗 没注意 看 那都不重要了 已经不关键了 我七六月刀 我就稳定摸一 杀一 一点回血 那都不关键了 我都没注意 不关键了 对 确实不关键了 十二局 十二局 这个局 我觉得主中能赢啊 这个淳如琼 那个牌 真的 离谱 其实 有的时候 勒不自主 是能添过的 你还是 打牌要更细一点 好吗 十三局吧 十二 十二是吧 十二对 十二吗 你看一下 不就知道了 我记得是十二 我记得是十三了 那就是十三 这不是八位的反贼吗 那不是十二 十三 十三 对吧 十三 十三 他的框里 没有 这种局 那么曹里哥打比赛 能摆烂吗 不可能摆烂的 摆烂 那他们就扯独子 看十三局吧 还有说曹淳 不玩玩过图 哪 怎么有曹淳呀 曹淳 你会选谁啊 我看看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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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出来呢 我等等 诸葛张吧 孙昊呗 孙昊 孙昊都可以 孙昊比诸葛张强 孙昊主动性强一点 但是我的爱将是诸葛张 他选诸葛张 我觉得 这把我倒是 我这把确实是从头都尾看了 好了 我看看他诸葛张玩是怎么样 诸葛张主 这把 其实诸葛张主也挺好 等一下 我还没 这个其实 我跟你们讲 诸葛张主攻啊 就是忠诚就选自己玩的 能力强吧 反正干掉 让诸葛张给别人担心 这是一个思路 你分析分析是不是 曹 曹真肯定不能做忠诚 曹真肯定不能反 对吧 无疑其实真可以做忠诚 无疑的能力很强 无疑肯定可以啊 但是我打老板 但是我诸葛张主 独恋不就无疑忠吗 对 然后这个 朱然这个武将 其实能力也很强 但是朱然 我觉得比诸葛张 做忠不太好 不对 不太好 不厉害 也不是不厉害吧 就是 他比较克 其实但是他做反的 他也很难打 张良你觉得是什么 啊 张良你觉得是什么 说实话 八号张良那间吧 那间 别的身份 我觉得都不厉害 我觉得也不厉害 我觉得八号张良 什么身份都不厉害 那间 只能说错误吧 那间也不厉害 起码都不厉害 其实我觉得 朱格战安主公张良 这个武将就不应该 就不应该出现 都没啥用 真的 你他妈当忠也没用 当反也没用 都没啥用 没啥用 所以其实你分析下来 真正能当忠的 可能韩当 刘彦 吴仪 孙权 这几个还可以 但是孙权 其实做朱格战安的忠 他的反面要大一点 我们别的意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孙权这个武将 就是 他因为朱格战安 有的时候他运营嘛 我是觉得 韩当 刘彦 加吴仪 更重一点 就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 相对的 但是张良 是内奸的话 那吴仪 刘彦 他这个 当然 朱格战的手牌 肯定是开个开吧 朱格战那个手牌 肯定是开个南蛮过了 也没什么可出的 肯定 对 也没什么可出的 他这牌就是 开个南蛮过 这南蛮可以开 从这个江面分析 南蛮安肯定开的 我给曹理哥一个防管 你看谁不爽 你就把谁喷封了 好吧 好 反面关键 不吵 防管都上线了 等会 等会 这个他把连弩拿了 其实我也拿连弩和铁锁好一点 别把铁锁 他虚报铁锁了 咱不知道是啥 对 你别把铁锁给他 因为铁锁 他可以自己摸的 对 他可以自己摸的 而且他还能捆你 好 孙权 是的 他善 其实没什么意义 再颤不迟 他里就拆了 他这是为了打一刀 就在解凡 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他治啥 就让他摸呗 对 放在吗 南蛮 中吗 有可能吧 看一看吧 南蛮确实有 已经有点像中 好 干曹真呀 竹然 竹然打了无限 竹然肯定是他妈内了 铁内 四血打无限 铁内 对 干曹真呀 看他干去 曹真留烟 干一个 不要干成全 曹里哥 这个地方 曹里哥干曹真呀 再提一下 你再提一下 哎呀 曹里哥为啥 曹里哥为啥要干 谁来啊 破例起来了呀 你是 你是忠臣 这个竹然是个内奸 他四血打无限 肯定是内奸 那你这还不干曹真的呀 干曹真是没有容错 刘烟可能有容错 因为刘烟和无疑 有可能有个忠 你不能乱干 但是曹真绝对不可能是忠呀 就是做反恶心的一逼 曹真 曹真 这个肯定干曹真啊 因为因为你看曹真 两张杀是吧 两张杀也干曹真 就拆曹真干曹真 因为因为是这样 孙权这个 孙权的这个框里 就是最菜的 因为因为你干了曹真以后啊 假设啊 刘烟和无疑 有一个人是忠 就有可能把曹真干碎 就把他干死 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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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给他干曹真好 曹真 曹真当不了忠 就给这个当不了忠 好 这个刘烟扔个闪 给这枪秘秘的就住住了 不是 主要是孙权 不如曹真 曹真 曹真 无疑是反 刘烟直接过了 啥也没做了 啥也没做 他也没有方便闪 估计 估计卡闪 弄了个红桃闪 卡闪 好 这边已经自动一手 弄个红桃 好 结果张辽是中 那好吧 那这些都是反 好 然后张辽被疯了 然后张辽张辽他妈炸了呀 被封了 卧槽 你站停下 张辽被他妈的曹真封了一个红 红 然后张辽扔了一个万剑 顺手 吴中桃 然后还被砍了一刀 这他妈不是当场爆炸 这不当场爆炸了 还打个鸟 他选啥都一样 但是你不淘 他不淘 他不一定敢自己发动 哎 这个真的 对 当场爆炸 桃真真的很厉害 你知道为什么吗 曹真如果这个别人发动技能 他能摸两张牌 对 他是有循环的 可以听到吗 可以可以 能听到能听到 对吗 当场爆炸 我这里只有两张杀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那个张辽 张辽选出来 刚才那个曹真选不上 我只有两张杀 我跟你讲 跟他们打牌 我已经打不到一块去了 你知道吗 前面几局你们都没有发现吗 一个曹批不敢 不敢破例 一个那个叫啥子 我都打不到一块去了 你知道我怎么去干呢 这局 有啥用的 张辽是中枢 这局不干 很难赢 很难赢 你懂吗 但是我只有两张杀 但是还是干曹真 把孙子给打死了 我们这个局是大优的 我们孙子打死 干曹真可能还优势好 就好打一点 因为曹真很厉害 关键是别人不跟着你打呀 那个局他们法阵也不杀 那个局你们杀逼了 一直去杀你们 这个女主要张良是中枢 这个女主要你把南蛮给住人放呀 而且这个这个站 这把失误 对吧 对吧 不够了 对吧 中国站你跟南蛮你给那间放没关系 这个局曹真无疑加 刘烟很强 对很强 让他放把张良换了不关键 我就 你把南蛮给住人放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来歪歪吗 我就看不过那些傻逼们 老子他妈失误一点 就老子摆烂 别人你们把把失误啊 这个中国站流浪蛮是不是失误啊 他是不是摆烂呀 我去你妈个逼的啊 妈铁巴你妈骂这里骂 骂你妈的个逼骂骂骂骂骂骂 懂了吧 你说你们是不是傻狗啊 老子失误一点就是摆烂 别人失误是不是摆烂 别人你们那个草皮打得这么烂 妈上来不去 不去干别人是不是摆烂 我想问一下你 这个诸葛站虾皮打是不是摆烂呀 我想问一下你 别人选张良当中是不是摆烂呀 别人你们失误里都眼瞎 是不是看不到我 跟傻逼一样 天天除了喷摆烂 还会喷什么呀 老子摆烂的吗 老子有什么摆烂 你看我这几句打的哪里摆烂 你告诉我呀 对就是这张打 老子哪里摆烂你 就是因为老子没有左冰就是摆烂 就是妈的个逼的 跟傻逼一样的 对于张良没办法 这一桌子人有谁的失误比我少很多吗 我想问一下你 我想问一下你 我本来就没有喷他们今天 这一桌子有几个人比我失误少一点 冰封失误不多吗 你去追一下好吧 你们勤酒失误不多吗 谁的失误都多啊 你们光别光喷槽里一个人 天天摆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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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摆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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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我看铁巴了 是我的群里面在我 在我在我在我 是我群里面所有 你妈说你妈 铁巴你妈碰我摆烂摆烂摆烂 摆他妈的个逼摆摆摆摆 我啥逼一样的 这个东西就是打比赛 喷人谁不会张口就来张口就来 张口就来 老子怎么就摆烂的 老子周泰杀皮打了吗 沙姆克杀皮打了吗 韩章杀皮打了吗 老子怎么就摆烂的呀 而且这几句有失误吗 我去你妈的个逼的 天天为了喷而喷 这也少 本来心情就不好 天天喷喷喷喷喷的 你说你喷到点子上也可以啊 这局没办法 这局又怎么样了 这局张良上来直接被风红 就没办法了 而且这局为什么输 为什么输 难道没明白吗 这局输是因为这个 这个拦卖入侵 你们一直留着一直留着 然后竹篮你们去救刘烟 才输的好吧 首先呀 这个张良你都可以不用收 你收了就收了吧 这个竹篮是绝对不能救刘烟的 你说为什么吗 对竹篮非应该就 对 这个刘烟无疑加 这个无疑加 铁巴的这个死狗 非常厉害 这不能救刘烟的 非常厉害 但是你就一个淘 对 而且比赛案内奸 你不能让反的 虚余大哥的 打背鸡 虚余大哥牛逼 虚余大哥的 不是你 他的意思是救刘烟 想自己收 就是你韩当收了 就算韩当收了 刘烟收了 韩当这个架 已经开过两次大了 没有续航了 没有续航了 韩当这个架 已经没有续航了 就算韩当把刘烟收了 再爆发 把无疑也收了 行吧 这个四血的曹真 跟你四血的朱燃 你这个 做个章 跟韩当 你打不过吗 你仔细想想 就算韩当很极限 杀了刘烟 再把无疑也杀了 我是因为只有两张杀 所以说我才去杀 刘烟的 我估计是杀不死 无疑的 知道了吗 我大一样 我大一样 他们说我有点小 我大一样 这个鱼已经打不过了呀 而且你知道吗 忠然中内去救这个 没必要救 没必要 因为韩当这个武将 他开过两次大以后 就越打越多了 这个局反贼 反贼现在这个状态 反贼能赢吗 为什么能赢 你看一下他们这打的 反贼就一个曹真 无疑随时被打死 你看一下嘛 这个鱼突然没必要救 刘烟 而且一开始张杀 放弃了 这边难难 这反贼能赢 反贼能赢 反贼能赢不就是诸葛诈 你妈比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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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搞吗 不是诸然 为什么诸然这个内 难吗留着 每天都做国家视频吗 你去我鱼巴看看 诸然它不是一个弱势的内 弱势的内的话 你要早点把主宗打死 然后怎么样 有一说页眼言地 打到现在这个局势的话 是不是要不要内赢 要不要主宗赢啊 嗯 是的 对啊 然后你看这个 我已经摸过了一个 无中生友 把曹真一弄 你知道吗 这个曹真只要是四血 这个内就赢不了 我看不起他 曹真只要是四血 内绝对赢不了 曹真很难 就没有顺这个南蛮 他也赢不了 对 那关键是 关键是反则赢得这么轻松 就是因为诸葛战一直在失误呀 诸葛战这个南蛮 其实有时候吧 你做忠诚 你做忠诚 然后主攻 然后你做忠诚 然后主攻失误 这个地方可受可不收 然后你这边就是 也可以先把这个 就有时候你做忠诚 然后主攻失误 我是因为只有两张杀 我不敢去杀吴仪 吴仪是有一个名闪的 他没有出过杀的 你先那个攻旗 你他妈有加一码 你不攻旗 我有加一码 我怎么可能就攻旗呢 我先攻旗不是少摸两张牌吗 少摸两张牌 主攻的一张牌 跟那个 我的那个运气又不好 四张不同颜色的杀 你知道吗 四张不同颜色的杀 运气又不好 反正这个局啊 下局下局 内心一个桃子是真的不能救的 对 不能救 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不是你呀 韩当说了 韩当这个调 他说完以后也不能打地 他已经开过大了 突然去把刘烟救了 我拉个手就觉得 我们这一局就很难的 知道吗 就很难的 后面还有一个 吴仪家那个四血曹珍的 你跟内奸慌什么呢 你根本不是慌 我的韩当一直都是四质 那一个四血曹珍 四血曹珍 这样的话就是 韩当诸葛珍打诸然曹珍 绝对能打二打二 诸葛珍韩当打诸然曹珍 说白了北风 北风他去控场的情况 他就不懂去绑 他就不懂得去绑架反贼 你知道吗 对他不懂绑架反贼 他不懂得去绑架反贼 老是希望反贼 替他打工 老是这么好的事情 激杀了留言 你有一分 没有这个没有激杀 没有激杀 我跟你讲 就这些 这些铁拔的黑子也好 弹幕的黑子也好 我他妈的 打得再怎么差 他妈的没至于到摆烂的样子 左他妈的右他妈的 你们除了黑这个 还会黑什么呀 这几局 说了就说了嘛 对不对 对吧 我的孙昊 我的孙昊 不是我的那个叫什么呀 沙漠科打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也没关系吧 内局说实话 内局说实话 如果上来 别人的锅里面怎么不说呢 那把上来要是把潘骏打死 你们真正是大佑 是呀 而且他有 他有放电话几个不去杀人 你讲一下嘛 有放电话几个不去杀人 逃拼 也不火自己的逃拼 怎么去打嘛 你自己卖火自己也可以呀 其实 其实挂放电话几 火潘骏 然后拆潘骏 杀潘骏 你去看我的匠框 叫做大雷 我选周泰 为什么选周泰 这个匠框 不是说你想选什么 就选什么 这个脑子不一样 是不一样 这个不能关降了 他会有很多废降 确实是 我玩过 这个不能关降 因为有的时候选不了 这样选降 你知道吗 这个选降 有的时候 那个局周泰 已经是我降过你们 最好的战 周泰 而且还有发挥 你们崩了好多次 好吧 看这一局吧 看这一局 这一局 这一局四号主 反正他也没啥选 你会选刘表吗 他没得选刘表 他没有说我这一局 来来来 他没有说我这一局 翻夹局摆烂 他们说我这一局 翻夹局摆烂 你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看看 看看这一局 他妈的个低了 你看看选降 选刘表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他们的逻辑点 是什么 那你就选刁谈呗 你反正不能 选吾我的 我会选廖话 你他妈别选廖话了 你可这选个廖话 能他妈打到谁 刘表当个反贼 可以的 勉强的 你选廖话 他妈在这个位置 他妈选廖话 能砍到主吗 这个分析下身份吧 二后位假许 二后位假许是中 八后位曹逼是反 曹真是反 曹真是反 你们知道 什么通过的这个 你们两个先停一下 我打断一下 三连钟吧 你们两个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碰我摆烂吗 就是因为 他们说 冰封选一个假许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个内阶 然后就我不知道 然后我去翻了他 我去翻内阶 摆烂 对我也觉得 相似也没三连钟啊 而且搞得本来就打得没有心态了 你妈 开吧 开吧 老子翻个人就是摆烂 我看一下是不是那样 我分析一下 看一下 开开开开 孙皓直接 而且我手翻翻的是 孙皓 根本就不是假许 这些人 你们黑的话 请睁开你的眼睛 别人摆烂就不是摆烂 老子你们翻个人就是摆烂 其实我觉得 内奸真的没有 不要上来乱舞 内奸上来乱舞 上来一个内奸乱舞 老子就认他死中 老子就翻他 咋的了 老子翻他就是摆烂 关键是内奸 怎么必夺机啊 什么必夺机啊 好 绝对 我打到现在这里来说 我心态已经有点变化了 我都不敢瞎逼巨盲人了 我这一点的话 你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 我已经不知道你们在打什么了 你们怎么把把这样 你还想那么一种美具 这个我觉得 我有破裂的巨打牌的时候 你们是干什么呢 你们想过没有吗 这个我觉得直接连上就可以了 直接连上 直接连上就过了 没必要吧 等着我的心态没有 老是觉得我他妈的 不翻不翻不翻的 我也心态有变化的时候 我又不是个神 我是觉得这个乱舞真的没必要 你说上来一个内奸乱舞 我他妈是不把他 给当死忠诚的呀 管理是什么 我就当你自死忠诚的呀 然后我就翻他 咋血他们就说我摆烂 我摆你妈的可滴 老子翻咋血是为什么呀 妈的除了喷就是喷这些傻逼们 不是这 说实话 你从这个乱舞来说 根本看不出是累了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是累的 是呀 他凭什么认为他是累呀 就你们知道他是累 你们这些毛泡们 上帝视角 翻开他是累 他就是累 去里妈的 比得这些上帝视角 说实话 打到现在曹皮第二番 翻假许 真的看不出假许是累的 你这个局只能认诸然是累 我是先翻 我是先翻孙号的 第一番翻孙号 第二番翻假许 你只能认为 诸然是累 让诸然帮你们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 看出假许是累的 不是这个局 怎么看出假许是累呀 我是看不出来 对呀我也看不出来 这个局 他们就觉得 我是摆纳的知道吗 不可能翻诸然的 不是 这个假许上来 决斗加乱舞 这是累吗 我是看不出来的 不是有人说翻 翻这个诸葛克 这个局肯定要 诸然出来 不可能翻诸葛克 诸葛克在行动 怎么翻诸葛克呀 诸葛克不是在行动吗 这个肯定翻假许 让诸然出来的 好吧 那你说我这里 不翻假许翻谁呀 你告诉我呀 你这个局只能认为 诸然是累 你这个局只能认为 诸然是累 让诸然帮你们 那为什么不翻诸然 而且你们这些人打牌 打得我一点信念都没有了 我再怎么打 你们也跟不上节奏 你管老子怎么打呢 你们打菜的 就打不喷呢 去你妈的 也得翻人呀 那不能不翻呀 那是潮逼呀 不是 你看 三幕说翻假许没用 那翻假许没用 那就是不翻 或白掉许 对吧 然后我翻了假许 他们就说我白赖 他们说我手翻翻假许 去他吗 你说这一大步 这不是野虾 啥子呀 手翻确实翻了 这个局 这个局诸然是中就输了 诸然是中就输了 你翻不翻假许 其实 其实这局 跟翻不翻假许 没有关系 我就这么说吧 诸然是中 你们就已经输了 你只能 翻不翻都是输 你只能赌诸然是内 来帮你们 你们才有机会 因为你们反正没有合了 就一个法证 法证也不是合 那么刘表是合 现在有人说 我第一次为什么 去翻灯号 我不翻诸葛克 那我他妈 我打得有魄力的时候 你们在干嘛呢 你们他妈 比左肯有跟的时候呢 老子没有魄力 就是追着 逼逼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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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番翻诸葛克克 确实也没问题 老子没有魄力 你们正常打 你们大家都这样打的吗 你们碰我干嘛呢 你们这样打 你告诉我呀 如果你就是 就是严格要求一点 第一番去 一群菜逼们 你们还要求 我怎么去打是不是 老子有魄力的时候 你们在干嘛呀 你们你们不是 一群杀逼吗 一群杀逼打的吗 多少次了呀 看别人多少次了呀 老子有魄力的时候 你们在说什么呢 对不对 这个局就算 卖淘批都没有用了 打不死人的 翻的人打不死了 这个朱燃和朱文贺 太难打死了 他们有防御剂 不是这个孙岸 还是蛮血的 那你想一下 你们之前打的是什么 比屌样 你们自己去回想一下 不就完事了吗 这里是跳内了 救了一下 你们去回想一下 看一下别人信不信任 你们不就完事了吗 你们自己去想一下 就完事了呀 在你们的眼里 没有任何的民众 没有任何的民反 我告诉你们 你们就这个水平 然后我都没有按照 你们的逻辑去打 然后我就是蔡 是不是吗 你们想一下 你们自己打的是什么 不一样好吗 除了喷就是喷 这是垃圾时间了 这三个反 这三个反不厉害了 是垃圾时间了 你看你说 你说铁巴的人 黑我手翻翻假许 然后翻假许 就是摆烂 我怎么就摆烂 如果说你按照 严格的说 而且我的这个 翻人的情况下 按照他们这一场 八个人来讲的话 我这个逻辑是对的 我翻民主啊 他们不就是这样打法吗 正常情况下 你们不就是很多时候 就这样打的吗 你们 你们这样打的时候 你们不分自己 老子这样打的就奔我 我不能学你们的吗 菜兵们 是不是学你们的呀 你们不懂这样打法吗 这实话的呀 假许 差点进三交啊 假许 这要是有个什么牌 他们有些人还在说 我这一轮翻假许 我这一轮的心态 已经发生变化了呀 我觉得诸葛克是 事事类呀 怎么了 我翻假许咋的了 我觉得诸葛克出来 帮我们干事呀 我已经不知道这三个人 谁是累了呀 我就随便翻一个呀 然后假许是累 你就说我翻累 他妈的 假许是中 诸葛克是累呢 就是一群毛泡嘛 对不对 这个局只要诸然是中 你别说你翻谁了 你翻谁也赢不了 曹丕这个武将你 你们他们怎么不去喷 假许累上来开乱舞的呀 我还有累上来开乱舞的呀 因为这个局你 你那个反贼已经就是死一个以后 就是曹丕犯人他 他其他的反贼他运转不起来了 没有运转 孙昊 假许 诸葛克克加诸然 就是四联动 这个局反贼就崩了 反贼就崩了 已经崩了 是不是 反贼是不是崩了 关键是我也没有喷你们呀 你们一直在喷我呀之前 在喷你们之前都是你们先喷我的呀 今天 下一局下一局下一局 动不动说我摆烂了 翻假许就是摆烂 这个局啊 对啊 那我也没有去喷大地啊 那为什么他们要喷我呢 对不对 是的 这是第十几局啊 刚才这十四吧 刚才十四该十五了吧 最后两局吧 这个将来 我仔细看好几遍 他确实没在这儿 第十五局我知道是 这后面我就没看了 我中间就 第十五局 你看吧 第十五局好像没什么说 你别剧透啊 我没看 我这里后面两局我都没看 我不剧透 但是第十五局应该是没什么好聊的 你可以看就知道 是吗 曹碧反肯定没问题 留言主公 不会直接胡了吧 留言主公想曹碧反 没问题 其实什么主公 我看他降面 其实任何主公你都可以想曹碧反 你分析下降面 你不是没看过吧 你分析下降面 我看过 我看过我就不分析 法证肯定是民众 法证做不了留言的反 好 法证民众 法证做留言的反 就等于是 对 我也觉得法证是民众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他妈是反对人家干你 你他妈的恩怨 人家给你个 要么就给牌 要么就他妈掉血 掉血吃桃 要么就掉血吃桃 要么就给你个破傻 就是你如果是法证反 你就是 对你反正反应就是傻逼 我告诉你 严厉 我跟你讲 这把我看到曹碧一番 一番那个叫什么 徐氏 我就不想玩了 知道了吗 你分析一下 你再找严厉 你发现你找 还有个忠是谁 然后二番 二番曹仁 我都不想救他 这个曹仁像内津 当然也可以做反吧 对 刘表 曹仁刘表里面 这个我就 我觉得首先法证是忠 那么曹仁刘表 不好做忠 徐氏啊 就是我 我个人就是如果说 不是已知情况下 就分析 第一法证忠第二 我肯定不是 你听我分析好吧 因为我没看过 我觉得法证 郭家都像忠 不 我认为 我认为郭家和徐氏 出一个忠 为什么 因为郭家是可以 跟刘元配合的 然后徐氏 也可以跟刘元配合 因为为什么 比如刘元卡着一张闪 徐氏帮他把那张衫洗掉 不不 但是他 这个徐氏 他也可以 补那个什么的 对啊 他是不是也可以补 他也可以把那张衫反过回去 你再拨到那张闪 所以说徐氏是相对的 就是他可以当忠 也很想反 但是我觉得 首先全场 唯一的民中法证 唯一民中法证 我觉得 另一个忠就出在 郭家和徐氏里 郭家徐氏里面 然后 刘表 曹仁 和周可丹 这几个里面 有两个反贼 但是我觉得 这个里面 刘元主角的话 其实这一句很简单 因为 因为 因为你只要试一下国家 你就可以知道 徐氏是什么了 对 国家只要翘中 徐氏就是什么 只要试一下国家 你就知道徐氏 所以不用那么纠结 所以这个句 我的意思是 诸葛珍 我觉得 这个刘表 曹仁跟诸葛珍 都可以做内 我觉得诸葛珍 像反 像反 你开吧 开吧 这基本上 开吧 我们开吧 两位素开吧 我看看啊 我看看 我看看他是怎么打的 因为法证 如果是法证 再先挂 先挂念 真的 法证是法证 好 他直接干曹毕 一番法证呀 一番法证呀 这怎么可能翻徐氏了 我操了一个 这能翻徐氏的 这可能一番法证的 我都说了法证 哎呀 法证 你都分析不出是中 我的天哪 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曹毕 我就不想玩了 我是内奸 我不想玩了 我不想救了 我跟你讲 我有两个陶子 我玩个逼啊 他一番徐氏 二番曹仁 你是大表哥是吧 他翻曹仁是 他翻曹仁是 哎 你打我 我再翻回来是吧 把你都乐解了 有啥用呀 两张牌有啥用 他不是主攻 不是 他的意思 哎 你再打我 我把曹仁呀 这个比较我跟你说 不是 曹仁如果 哎 你们注意啊 这里留言去问卦 然后 徐氏把那张闪给空顶了 所以说 徐氏 这说徐氏跳反了吗 徐氏就跳反了 所以郭家就肯定是中了 在在刘烟的 对这个江面就明了呀 所以在刘烟的视角 他可以去刷郭家了 因为徐氏跳反了 郭家必中 所以我说了 不可让人更反一点吧 我当时江面我都说了呀 那间就是反的 就是那间刘表曹仁更多 曹仁一样反又他妈给回去了 那他妈主攻还不干击行事 徐氏真的可反可忠的 但是这个法证 大概率就是中的 法证就是中 法证是反 就是傻逼 不是 法证是反 不是傻逼 所以说 你是反 人家打你 你是反 人家打你 你恩怨不 我就问你 你法证是反 人家干你 你恩怨不 所以说呀 所以说我看到他翻徐氏 我就不想玩了 知道吗 我真不想玩了 法证他妈就不能当反 当反就傻逼 我这把我是没看过的吧 我说了吧 法证国家大个例中吧 我说傻逼 大个例是反 刘表曹仁出一个内 局势反 然后我就不救了呀 真没看过吧 你说 你说这种反 我不救 他们就说 你说你说这种反 我不救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我偷看 我是真没看这个局 对身份的分析 我还是能分析出来的 毕竟我还是个 军八主国 军八主啊 因为法证是反 法证是对象中的 其次是许事 再其次是国家 对对 你法证 就是不是 你自己去想 法证是反的 不是有兵吗 人家打你 你恩怨 有个弹幕说 国家跳反 给刘烟卡牌 没有这种选将 你他妈的 你这种思路 这种思路 就是真的 纯者 那刘烟 你讲一下嘛 你废 你就是选一个废将 去卡刘烟的这个技能 你不就是个废物吗 你不就是个废物吗 这个逻辑就很简单 你就为了给刘烟 他个傻 是吧 刘烟是三十 你怕他吃桃 你轻囊他 不让他吃桃 对 你轻囊他 不让他吃桃 你选个画图 你选个画图法 只负责给刘烟乃满 卡他的桃 你能赢 你这样能赢 对吧 刘烟不是卡桃吗 我选个画图 你只要掉钱 我就给你乃满 你去卡桃 这能不能赢 能不能赢 你这辈子能赢 你卡刘烟 给他一张红刀 卡一下 那行吗 不所谓 你别打我呗 不所谓 你国家这种选招 不可能选个法贼 给刘烟卡一张 哪有这种思路 真的是奇葩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老回路 你们觉得他这个第二番 要翻谁啊 来我想问一下 他这个第二番 第一番翻许法证 第二番 第一番就可以直接 第二番 他第二番又不翻法证 他又不翻法证 第一番翻法证 第二番 我觉得翻曹人 倒还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不是你关键是你翻曹人 哪有这么多桃子 法证一动 你必死的 你又得把曹人翻回来 不是第一番 我说翻法证 第二番翻曹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二番翻曹人以后 他如果打你 你可以把曹人翻回来 曹人翻回来 可以把刘烟那个乐给解了 解了以后刘烟 就没有技能了 关键是 你们老说有胡车 他框里没有胡车 我们几乎 关键是他第一番 也没有翻法证 他第二番又不翻法证 你说我心态崩崩 曹皮框里还真有胡车 但是你不可能说去选个胡车 你选胡车也无所谓 人家大不了 先挂一个刀 让你破了又走了 对这个玄奖框 我觉得没得喷 不要喷玄奖框 曹皮框都能喷 曹皮框有啥 曹皮框没问题的 你想一下吗 他这里 你讲一下 那些人说国家是反贼 给刘烟卡一张红刀下 这种思路就是扯 不是不是 我跟你这样说吧 你说这里他去翻这个法证 是不是还能打 肯定翻法证的 必翻法证 他又去翻了曹人 我跟你说 这个刘烟 我都懒得救他了 我不想救他了 没有意思 这个游戏 那时候打着 我已经觉得没有意思了 这个法证 我觉得很容易分析出来 是中吧 我也不知道是谁 两个忠诚医学 他妈不翻 就翻一个满血的这个曹人 他为了就 组两张牌 别人不干你 别人怎么可能不干你呢 而且 刘烟没有不干的 刘烟还有不干的 刘烟还有不干的 刘烟他妈连队友都杀的 对啊 别人这个法证还可以接着打你 国家还可以接着打你 我他妈有陶子都懒得救你了 说实话的 你说我凭什么救你啊 就你这种犯人的这个东西 我凭什么救你啊 徐氏 你只能说可中可反 因为他是中 他可以帮刘烟洗 他是反那种 开始我就说了嘛 我分析了身份嘛 我说法这民中 国家 国家比徐氏 像更中 国家反没有用 你不要 国家反 刘烟主 国家反真的没有用 你们不用去分析这个 因为国家反真的没有用 刘烟主 你就干他 国家反 你只能 除非反的 跟他配合 吴仪跟徐氏 老是喷我 摆烂摆烂摆烂 你们看一下这些人 打牌是什么样的一个显示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不就完之了吗 这么中文端的反面 要大于这个刘烟 加曹仁 有一说一啊 严帝 你看了这么几集 你看一下 我有哪一句摆烂的吗 摆烂 有啥关于 对吧 我是内奸刘烟 我是内奸刘烟 我又干嘛了吗 我没干嘛吧 没干嘛 游戏结束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估计最后一句 估计最后一句 他们要拍你 最后一句 确实你一样负点责任 最后一句 我没有走定 我知道我没有走定 我回消息去了 我都说了 我没有摆烂 因为别人 在跟我聊天 我回消息去了 有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 这个最后一句 也不关键了 我也没有说 我没有认真打 怎么就摆烂了 就是因为我没有躲地 我失误了一下 我就摆烂了 7号张张虎没问题 7号张张虎确实没问题 我又不是不承认我的失误 我承认呀 那为什么要说我摆烂呢 失误的失误 跟摆烂有什么关系 你一会原地 你得分一下姜面 我先分一下姜面吧 我没看过 你没看你分一下姜面 胡畅儿不能做钟 不能做钟 行可以 是不能做钟 这个局啊 朱格克向钟 向钟 行 这个周泰不能做钟 中摇也不能做钟吧 中摇也不能做钟 那么这个场上 这个张张虎的身份 我们未知啊 我们不能站 张张虎的角度 对对 你未知张张虎可中可反 他不用分析别人身份 可中可反 我要站主公的角度分析 好吧 那么场上相当于是 中摇周泰两个钟 朱格克是钟 不不不 中摇跟周泰两个反 朱格克是钟 胡畅儿不能做钟 那么钟臣就在森权 朱然跟张张虎里面 对 所以说曹操不能打孙权 不能打朱然 对 不能打朱格克 对 这三个不能打 对那开吧 张张虎也不能打 那么曹操当然 你最好就干这个胡车二呗 你想干就干一下 你觉得他是内 你就你就棋牌过 对 然后这个局反贼 就直接先起手压制 这个朱格克就好了 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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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这么个 这局曹李哥是谁啊 是那个钟摇是吧 钟摇是吧 他怪个闪链啊 扔个闪链过了 其实孙权我觉得偏扯 好孙权直接开闪 这里没锁定 然后就被喷了 这里没锁定就被喷了 好没锁定 孙权开闪还是效忠 对吧 对 跳忠了 曹操主开闪 没有跳法 他们就觉得 我这一次没有锁定 就摆烂了 知道了吗 别人的失误这么大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去喷了 老子一个左地没有 没有左地的球 我又不是不承认 我没有左地 孙权他气 孙权他气 就是因为我们要左地改变了排局 老子这个左地 你们只是老大钱了 别人的失误 怎么咋改不了排局呢 就老子的失误改变排局 这个胡生二跳法 这里注意一个细节 孙权气杀了 跳内 跳内了 因为他是中 他没必要藏了 他都开闪完了 还给他藏啥 还有人说没锁定 导致冰的两年天过 我导致你妈的个第一导致 所以孙权直接 老子他有这么大功能 导致冰的两年天过的 他就是烦 孙权气杀 就这种心态 你不是为了喷而喷吗 别人这种事物挺多的 对啊 干猪狗克呀 压制猪狗克 不是 我觉得 这个周泰为什么不去压制猪狗克呢 孙权不都跳内了吗 孙权气杀不就是跳内吗 他是中 他已经跳中了 放大反 他何必要气杀呢 其他什么意义 所以孙权不就跳内了吗 而且应该先挂武器 忠权跳反 这样更干这个 应该这里应该干猪狗克的 但是猪狗克也很有意思 他不去砸忠权 他去砸周泰 我也不明白为啥 你们谁能解释 我都没看 就是猪狗克他有乐 猪狗克有乐不思熟 他不把忠权砸到弃血 然后把忠权贴乐 他去砸周泰 我也没看懂 你乐都乐忠权了 你乐都乐忠权了 你把忠权砸到异血 然后乐忠权不就得了吗 你不要去砸周泰 我也不懂 他觉得砸多爱可以那个 不是我暂停一下 周泰这个不屈 你不能无限砸的 不能不能不能 你别以为 你又看不懂技能吗 他这个独武器 有人就冰死 周泰这个技能不屈 就是脱离冰死了 你不能无限砸的 所以祝然跳中 这局祝然最后下半 不然这局反贼赢了 这局祝然最后老下半了 你看吧 祝然最后下半 你差点你妈给搞崩了 祝然这个 这不是 这跳的啥 谁跳的啥 这跳的内吧 祝然那个前锁连环 他不是钟啊 跳来跳的钟 祝然跳的内 气杀过了 还不是那个 这祝然就是钟嘛 他给那个主动送了个 他妈的 祝然都看拿门跳钟了 他有必要气杀过吧 气杀不就是想跳的内吗 这祝然就是钟嘛 祝然就是钟嘛 给钟尧算呀 给钟尧算 胡车有个 我觉得给钟 当然他这个 胡车也行吧 因为胡车先过先动 其实胡车二先动没有用 怎么就没有用 因为你有乐 你出就得了 那也有用 当然你给他算 也没问题好吧 所以他这样去扇动刀 他可以 对 而且你给胡车二算 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可以负重 负重以后有英姿 所以给胡车二算 是没有问题的 别跟着下 这有局干僧权吗 干住人吧 跳内了 你这种局你杀内会输的 逃到这一大 哎呀 孙权早就跳内了 第一轮就跳内了 给胡车送进 哦 对对对 这个没问题 好吧 给胡车送进 应该可以给胡车二算 没毛病 他又给他补技能 给他补到三 让他去英姿 你会不会 三 孙权这个内 其实上面很明显 其实我是孙权内 我上来这个难门 我不开 不开藏一手 是吧 小智豪 还有不是 要么你就 第一车 为什么 你这个二和的孙权内 你 你跳中 你肯定干 你反正不会干 操操的 你是内 反正也会干 你 反正不会推曹操的 我是这个孙权内 我等局是打不过 我再放 而且还是个黑头 你可以续抱一手 也可以直接洗了 找加一码八卦过再说 有人说主动打过 主动打过 你还能怪内奸的 你是二和内奸 主公是曹操 如果主公是孙权 你是曹操 你可以放 主公是曹操 你是孙权 你放了 你被干了 还是主动是 有诸葛克大猎 诸葛克也不是 是若比翼 怎么大猎 这个诸葛克很厉害的 这个借刀可以借 可以借胡车二的 这个刀 你看这个朱然 朱然 这个跟这个谁 一顿砸 你看到没有 这个血量下去了 你看这个朱然 各个朱瓦各种杂 对各种杂 有个是没锁定 确实有一个有一个 又少锁定为止 这两个十二吗 他的 顺手 这个冰 切索啊 这个地方 你这个牌 你你你挂上麒麟弓啊 挂上麒麟弓 贴索 看看能不能找张杀 别连了 行吧 他把自己连起来 其实我跟你说 曹操主攻啊 把链子解了比较好 你别看曹操在链子上 后面可能伏笔 因为有可能别人会去打曹操 充满这样子 没必要卖水 这种血量已经我跟你说 说他已经四部居 中摇一血 胡轩 又开始卖 不要卖了 你再卖 这你妈 三个男蛮全被主中摸了 这个 四个标记能砸一下砸死孙权的 确实 对四个标记可以砸死孙权的 这个周太断杀了 其实啊 这个铁索连华 你还不如连胡车呢 胡车是可以卖的 自己不要卖 胡车 你左定给他多摸一张也没关系 而且胡车 四个标记要得胡车是可以 我这里就是全数点快了 第一个是回消息去了 第二个就全数点快了 我又不是不承认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他们就老盯着我的事物里面 猛喷呢 这种事物我寻思着大家都会有啊 轮到我就是摆烂呢 我就搞不懂了 这下来咱们可以看哥老爸下饭了 看看怎么下饭 啊 这种事物大家不都是有的吗 太连你妈可崩盘了 你看别人的妈思路上面事物不是多的很吗 对吧 我又不是不承认对不对 有人说祝国客 你看祝国客厉害不 对啊你看祝国客厉害不 祝国客前面砸 居然后面砸 我跟你说头都给他们打烂了 强压去 不是没必要打桌 哎你看哥老爸把那个冠师斧挣过来 然后想用冠师斧去杀 然后被人家到底 他这个很伤啊 因为第一给胡扯尔攒了四个标记 砸了一下曹操 第二给了冠师斧 让他打曹操 所以如果这里 我跟你说这里幸亏曹操有个桃 别人都没有桃 就是这里哥老爸的失误可能导致主公直接死了 就他如果不去多这一点伤害 对因为这个胡扯尔没有那个负重 他是没有这一点伤害 打不了曹操的 只能打一个 所以说这个 就是这个 哥老爸这个下班 差点差点让曹操被胡扯尔给偷 他想拿冠师斧去 那你说他手牌啊 他想拿冠师斧去强杀胡扯尔 但忘了到底 然后被人家到底 拿了四个负重 对多打一点伤害叫冠师斧 对就是主公死了 对得亏曹操有个桃 要不然就死了 而且而且你 而且你既然犯了错误 那么你就别吃桃了 你留个桃给主公 他还把桃吃了 那不行 咋不行 你犯了错误呢 你就要弥补呀 你给主公留个桃呀 对不对 你既然犯了错误 就给主公留个桃 要不你就别犯这个错误 这个吴迪说摆不摆烂 都不是问题 但是每次第八没有问题 你们可以说我第八呀 我又没有说你们说我第八有错呀 我第八咋的了 我第八我自己都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的粉丝都没有觉得 什么有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看不过去呢 你们是我们的父母吗 还是怎么地的吗 我想问一下 咱们可以接位 可以聊了 可以喷了 想喷谁 对吧 我第八咋的了 我第八是影响到底的什么 你们什么的吗 我第八不影响到你们的吧 你们觉得我菜 就觉得我菜呗 对吧 不关键 不关键 我怎么了吗 不能第八吗 别老不关键 第八关键吗 你别老不关键 我跟你说 为什么老师纠结我第八呢 我第八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是你少赚的钱还是怎么滴楼 搞不懂了 关键是你们也不关注我呀 为什么我第八你们就关注我呢 对不对吗 我跟你说 本来你们都喜欢看我输 那我他妈的就一直输呀 那本来你妈就一直赢不了 那就一直输 那没办法呀 对不对 这个2021年马上要结束了 你这2021年有点妹 好吧 你说你说我今天 你说我今天整体打的失误有 我我承认我确实有 但是你觉得我今天整体失误多吗 不算特别多吧 不算特别多吧 真的 不算特别多 因为别的那些失误 你算特别多吧 他为什么每次 每次你们为什么要盯着五捆呢 我都搞不懂 因为别的那些 有的那些生活都不大失误好吧 比昨天多也很正常 那比昨天都不比别人少啊 不比别人多 那别人一直这么多 你们咋不喷别人呢 大家都喜欢你这个倒是真的 对不对吗 但是有一说一 你要看情况 比如主播在春牛逼一 他们真的是希望我输了 他们就看我输可开心的 他妈的关键是我 他们还真赢不了 我他妈也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主播在春牛逼一你可以喷一喷 主播心情不好了 就别喷了呀 本来心情就不好 对不对 没必要 不是你们还真的希望看我输 我跟你讲输了吗 可开心的哈哈大笑的 我擦了我 那没办法呀 你这个 你这是大主播嘛 那没办法呀 像我这小主播 那都没人喷的 你说 你说有些局 有些局我经历的都赢不了 你们想一下 我的这个心理变化好不好 不要老是觉得 我他妈是个神一样 是个正常人一样 我也是正常人 我心里也会变化呀 当打成这比了样的话 我心态也会发生变化 打法也会发生变化的呀 是的 老是以为我 比如说你前面都破例 然后你赢不了 那还破例跟你 我前面都破例 我后面破了个基巴破例破例破例 你想一下嘛 是不是这个道理嘛 哎明天听说你要那个OP我们的 我觉得我 真不是我说 我觉得B府 反而没有什么下饭的 可能就一两个下饭 我肯定不下饭 可能是你俩的 你去说一下 不是 关键是我得第八五 我都没有觉得有什么 我自己家的粉丝 也都是开玩笑的 居多也没有觉得有什么 为什么你们这么生气呢 就感觉我他妈得个第八 哇操了 你们都你们看儿子一样 你们儿子 你们考试考了个零分一样 我操了 你们也不关注我呀 我里面也是服了 你们平时也不给我送礼物呀 他妈的就这么生气吗 有这么生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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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有这么生气吗 有这么生气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关键是 我们自家的粉丝都没这么生气 你们生气干嘛呀 我都理解不了 哎呀 说了 我生气是为什么呢 我生气是因为别人碰我摆烂 我真没有摆烂 你可以说我打个菜 你输了就输了 有一说一输了就输了 但是这个跟摆烂有什么关系吗 那比赛 总一会有数有赢 不是 输了可以喷 你不能喷摆烂 你喷摆烂 我哪里摆烂的 而且关键是 关键是你们喷我摆烂的点 别人也在做这个事情啊 我寻思着 那你就一起喷别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喷我一个人摆烂 今天说实话 福光这一年的比赛 基本上我都看不见了 比较美啊 就今年福光确实打啥都没 就包括上半年打俱乐部比赛 我确实挺差 我又不是不承认 我承认的呀 今年确实运气 打啥 打啥啥不行 真的就打啥啥不行 关键是我的事物真的 不是说比别人少多太多 其实真没有多太多 你打啥啥啥年运气也不行 这个咱们有意思说 也真的 是的呀 这运气真的是 今年特别美 所以说 所以说你喷的 喷到点子上面 你说我打的菜的地方 说我打的烂的地方 我承认 对吧 包括没有阻定我也承认 但是你不能说 因为我没有阻定 就是我摆烂 那没阻定就没阻定嘛 那你就摆烂了 那就是因为排队 有一个恶不思绪 就因为我那个没有阻定影响 勒不思绪了 我他妈有这么大能力吗 那我他妈 看着打呗 这也是服了你嘛 你听我说一句 就其实我认为 就有时候技能上的失误 其实谁都会犯 就很正常 就不是每个人 技能上的失误 其实我反而 其实我觉得有的是局势上的 才是最关键的 对我跟你说 我其实反而不能容忍 是那种局势上的错误 就是大局观上的错误 反而不能忍 因为我也有大局观上 那技能比如 你们不要老是 有的人可能技能就忘了 我就 我跟你说 技能谁都会偶尔忘一下 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人挑战过帷幕没 我可以 我可以这么说 80%的人绝对都挑战过帷幕 包括我自己 我也挑战过 但难道就因为 难道就因为我们挑战了帷幕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帷幕吗 我就问你们 我们挑战了帷幕 这80%的人都挑战过帷幕 那我们就不知道帷幕 我们就傻逼 我们不知道帷幕 我真的觉得技能上的失误 有一两次 对 技能上就有一两次很正常 谁都有可能技能上的失误 你没忘过吗 你所有技能都保证都对过吗 大局观上的失误 其实 我是最不能忍的 就是你很多时候 你大局观就错了 你再出别的都已经没有用了 你大局观错了 其实身份最重要的就是思路 其实我今天下午打完比赛 我其实没有喷 我也没有破烦 我就是看不惯这些人 天天是我摆烂 就是因为这几个失误 我摆烂摆烂 除了喷我这一点 还会喷我啥呀 我们直播间的话 水友们也在调侃调侃 但是他们调侃的不是这个呀 都是那种正常的调侃 大家都懂的呀 这几个比你们真的比烦 你知道吗 我要是看不到我就懒得怼了 我他妈看到了我就要喷他们 这个傻屁 你说谁呀 眼睛直播间里也有啊 铁巴也有啊 你们就老实说 我他妈没有阻定影响排队了 我要阻定了这个乐不思绪 就是我们人摸的 我去你妈了个逼的 就感觉我他妈有这个特异功能 一样我他妈影响能排 影响排队 这真的是服气呀 你知道吗 我他妈去翻了一下 假许就说我摆烂 你手翻假许 眼睛睁眼瞎的人 就这样去喷我 就感觉你妈是属里大扑 那你你咋不说你妈 一个内奸假许 你妈起手开烂门 有这种有这种内奸吗 你又不是两个AOE的牌 对不对 对的呀 是不是嘛 你就双标 你不要双标 你可以喷我菜 你喷我菜随便喷呀 我菜不菜跟你们 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你们随便 你们觉得我最菜 最菜那一个都无所谓的 怎么这个不关键的呀 你们管管你们怎么喷我菜呢 在我眼里你们不也是选菜吗 都这个都是互相喷的 都不关键呀 但是你不能因为 我怎么怎么样去打 就涉及到态度的问题 我态度哪里不好了呀 跟那个没关系 那打比赛没有人会摆烂 要摆烂你就不玩了 要摆烂我就不玩了 必须摆烂呢 那别人还离线呢 那离线是不是摆烂呀 那为什么别人离线呢 你怎么不说别人的网 怎么没弄好呢 你没有弄好别人的网 别人网掉了 那你咋不去喷呢 对不对 是的呀 你这个东西 就是打比赛 输了 或者有失误 我觉得可以喷 没问题 对呀 又不是不让你们喷 但是你不能 你这个 就说那个 摆烂 就 刘烟不是这个流氓 你说你说 你说 就就比如沿地 别人喷你摆烂 就是因为你说 别人喷你摆烂 你舒不舒服吗 不是那肯定不舒服呀 你打牌就打牌 干嘛是摆烂呢 对呀 那跟摆烂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关键是他们的点 还真不是摆烂 输了就输了 那就 就分正常的排局 分析 那些失误 本来你妈运气也没 你妈打的也悲剧 你妈还摆烂摆烂 摆里妈的就吃了 看到这种摆烂 为了喷人 为了喷人 就是分析下这个排局 作为一个这个老胞杯这个比赛 我们就对这个排局进行分析 哪一地方可以打得更好 就防止避免 包括很多武将的技能不知道 对吧 你看我今天打完了 我喷谁了吗 我也有错的地方 别人有错的地方 我都没有喷呀 对不对 而且我也没有去喷假雪 对吧 我日翻了假雪而已 那你们喷我的话 那我就把假雪提一嘴 那我有我的逻辑 那假雪这样开大的情况 我就认他是死中的 对不对 那昨天郭老八你就被喷 你上来看留言先开五五 把火攻自己刺 你这就是摆烂 你这是真的摆烂 对你的就摆烂 你的留言就摆烂 而且这种操作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摆烂 对你说对不对 老公你说昨天他那个留言 是不是摆烂 是摆烂 没这么玩的 对的 这些操作很多人都会打出来的 你们可以摆烂 这种东西没有用 这种东西没有用 不是你说 那个孤独打老炮杯 他说他不是去年打军巴 他说他不知道董允的技能 他说他是菜 这些东西都是糊弄鬼 都是千年的王八 万年的龟 你说这种东西都没有用 没有用 你想过吗 而且我的观念 你这种反正我跟你说 反正你这个郭老八 你反正也不是我粉丝 那是谁粉丝 那是谁粉丝 谁谁想张商谷那一家 还有想张商谷那一家 我反正是惯不起你这种大神 有的时候吧 我们主播吧该开玩笑的 真的开玩笑 都开得起的 但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时候破坊 就是因为那点小鼻东西 我跟你讲 其实也不大 就是这些小东西 我觉得菜可以接受 你是不是因为T8带节奏了吧 我感觉你就是因为 被T8带节奏了 4点被T8带节奏了 然后然后你妈 前面又讨论这个东西 然后你妈晚上你妈 哪里这里 又有一些人呢 这里BBBB的 就是这几个B你妈 左B带右B带子 都不喷这几个B吗 是不是 而且你们喷要公平公正的去喷呀 我犯的这种错误别人也在犯 那你就喷所有的人呀 你不要盯着我一会 付款完了呀 对不对 付款很快的呀 这就分下排局 分下排局 我都没有T8号的 是因为权利盟人在讨论 讨论我才知道的 要不然我不知道的 知道吧 酒烟是 酒和哥老爸直接进击了 我感觉子柒今天 没有昨天打得好 紫棋今天那个酒仙打得 不知道怎么去讲 紫棋今天发挥没有 紫棋那个酒仙 但凡打得稍微正常一点 忍着打慢慢打 哪一个他哪一个 你说哪一个 酒仙是谁 陈如琼嘛 陈如琼 那个 酒仙啊 那个局慢慢打 稳着打稳赢的 那个局 而且那一局的话呢 孙涛的话呢 也没有打好 反正今天没有处理打 我的运气也差 他妈的 周泰你们两步去就死了 我去他妈的 没运气差 因为你们就两个逃 对面什么 六七个逃 对面八九个逃 八九个逃 因为你们两起 肯定要带节奏黑你 对不对 那你们帮我维护一下 不要每次别人黑我的时候 你们就乐呵乐呵的 我擦了 是不是 不是 不是人家是喜欢你 有句话不是怎么说 他妈是喜欢你 没道理 对吧 我觉得这个比赛服 这个十周年 朱格兰不厉害 他妈输出太猛了 基本上猛了 朱格兰扛不住 朱格兰本来就不厉害 十周年的匠 太猛 十周年就像周苍这种 猛的一逼 好招的垃圾 周苍啊 什么曹修啊 这种 你们最多都不帮帮黑是吧 对 他们说不帮帮黑 这些都已经是维护了 哈哈哈哈 还想还 不是有一说一 咱们有一说一 哎 他妈 就拿脚枪 就已经是维护了 你还想他们去跟你 去说你好话 男主播就没有人跟你说好话 哎他玩的这个是逐入天下版吧 有这么多 这种键啊 这种键啊 没有我把这个 这位武将升级一手 官屏好像挺 但是我官屏我没玩过 我看这个他们 我没有 我这个九仙跟那个 跟那个官屏 我没有选到不好 那个那个 从来没有 你这种装备 没见过装备 我是一个很直的 实性格的人 严帝和逼逼应该都知道的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喷我菜的地方你喷 没关系 我他妈看着就行了 我也我也笑呵呵的 他妈你要是喷别的东西 我他妈就忍不了 或者说你喷别的东西 你可以把所有的人都一起喷 你不要针对一个人 这怎么死了个内 你针对一个人喷你就是双标 不是 这怎么死了个内 还有内 什么情况 死了个内 还有内 不是 这是双内局吧 什么时候已经 对他们 我说我看那个 我看那个十周年置顶 你妈这怎么两个内 段位强 炎帝多选选段位 段位强 段位先这种 曹真也可以 我他妈的给他们试证题 段位 九仙 九仙曹真这种多选选 然后还有呢 中间又不能保证力 然后孙昊一进 这种这样多选选 我觉得明天那个 查明没有用 查明若鸡 查明若鸡真的 若鸡不要选 查明若鸡 我也感觉不太好 他太好用 不行 没有用的 郭图 哎郭图厉害 郭图厉害 曹安明他们可能不会玩嘛 我觉得玩的不好 不是不会玩 不是不会玩 主要是他一二三四四四三二一 我来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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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的强度 都没有老补中的厉害 真的 因为这个脚心服的话呢 四个人都能过三张牌 他还不如雇佣呢 雇佣都比他厉害 四个人都能过三张牌 魏延 魏延又不是借魏延 你选又不厉害 这十周年又没有借魏延 十周年是他妈的标魏延 苍阿明确实不太厉害 于静厉害 于静厉害 于静 但是于静做忠不厉害 于静做忠的话一般般 做反的话厉害 明天我看看我们那组有没有下饭的 我应该不会下饭 你不是说你们那组有一两个下饭 你预测一下是谁 对我也觉得有一两个下饭 预测一下 预测一下 那我不能预测 我可以预测哪六到七个人不下饭 那你这说了怎么一屁话 他妈的有什么用啊 我也能预测 不是我预测 比如说八个人 我预测七个人不下饭 行不行 我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绝对不可能七个人不下饭 绝对不可能 但是比赛下饭十周年是很正常的 没有人 你记得你费什么给什么就知道了 就好了 费宝物给不了 好像没有宝物 好像没有宝物 没有马车 就是你是重神 你费盾给主要的盾 你费加一给同一个加一 费加一马队友同一个加一 不是有马车 那费宝物能给马车吗 没有 他就摸一张牌 那还是没有马车 就摸一张牌 还是没有马车呗 没有马车 别厉害的升级了 但是像我看 这个话选这么起初 我所知 像什么希望 老孙头他们也没有打过十周年 他们偷偷的会练的 他们自己又不是主播 他们时间多 你以为呢 也是 他们私下里偷偷的练习 对 谁知道 而且这个东西 看一遍 然后大概熟悉几个武将的技能 就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东西熟练掌握 就是比不熟练掌握 有的是在关键时候有用 关键时候是有用 因为你的技能掌握了透彻 你就更能吃 那个奶妈 奶妈跟我讲 她昨天的法证都不会操作呢 对 她那个直接拉闸了 她那个法证 昨天奶妈玩法证 都没有给出牌去 都没给出牌去 但是她没有操作好 对 因为我那个比赛服务 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还没玩过法证的还真的 就是我知道怎么给 但是我没操作过 好吧 她那个就是要先点牌 那个法证要先点牌 再点一个人 对 你得先点牌 然后再点一个人 把那个牌给出去 先点牌给A 然后再指B 对 你得操作一下 你得练一练 不用练 我绝活 你别绝活了 我跟你说 我别的不知道 我就知道明天演技肯定下饭 我肯定不下饭 法证很强的 法证 法证 主反中都可以选 不是我这么说的 我说我 主反中都可以选 就不能当内 当内不行 因为我是个军巴主播 我不能 不能容忍我自己 我要拿D8 军巴主播不能容忍你自己 就像你那个长满波说一千一样的 哈哈 因为我是个军巴主播 军巴主播要有对这个军身份 要有 那你明天要是下饭怎么办 你你你你你也 下饭没问题 那谁下饭可能是节目效果 怎么 谁比你扯淡平生节目效果 比赛还怎么办节目效果 别个人扯淡了 下饭 比赛还怎么办节目效果 比赛就是你在吃饭 但是你没有菜 那你下个饭怎么了 不能下饭 我这几天都没打长满波的 你们都摇摇领先 妈的天天 天天打天天打 我都没有打 等明天严蒂来一个被到底 就是 一般有的是故意 你以为你永远要破这个技能的 等一个被到底血栓 那个刘烟 刘烟你最后给他个武器 简直充足 你有帐巴不得先刮个武器给别人吗 是不是 对啊 不然你永远刮不了 这辈子刮不了帐巴 你不刮你这辈子都刮不了帐巴 不过像 相当管路 什么简庸 这个我不玩不就好了吗 你不玩别人玩 那你也得知道 不会玩 我从来没有玩过 从来 管路你不会是吧 不选 管路简单 管路简单 这个技能我都懂 但是我没有操作过 管路其实挺厉害的管路 你没有操作过 可能就下饭 管路硬牌嘛 管路不来 管路 操作也简单 就一两张卡给队友 然后的话呢 自己观看排队的牌 然后摸牌 然后摸到三张掉牌 摸牌是摸到什么为止啊 摸到 摸到 那个黑 摸到黑为止 红黑 黑色的 所以说你比如说你假设 第一张就是黑 就一张不摸 他可以关心的 他可以看三张牌的 他可以看三张牌 他可以关心的 如果那三张牌都是不 你就可以全拿 如果有黑 全能掉下去 大家掉下去 你可以先拿两红 第三张不要 除非是一张桃子 你拿超过一张 你要掉血的 你知道吗 你拿超过一张 你要掉血的 超过三张才掉血 超过两张 超过两张掉血 超过两张掉血 是吗 但是他只能拿三张 不不不 你可以 他可以拿 他只能看三张 他可以拿无数张 如果全是红 你全能拿 就拿到 但是那样会掉血的 对是掉血 就比如说排队有十张红 那你这十张都能拿 是的 没法试 我没这个武器 我试个你啊 没有 你是比赛 不是可以是吗 只能摸三 只能摸三 只能摸到三 谁他妈的说的摸到十 直到摸到黑 或摸到第三张 我只考考炎帝 看炎帝知道 我看了炎帝知道 摸到第三张只能摸三 不说了我只能摸三点 我我我我 我肯定知道的呀 你知道这鸟 我那天试了呢 我那天 摸到三张 摸到三张必掉血 这个武器不关键 我不玩不就玩了吗 这武器挺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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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宝那天搓了一手 还可以 这武器就有点脆 这武器挺强的 可以搓了 哦 医血的时候不会掉血 对 医血的时候 他们说医血的时候 不会掉血 医血的时候可以疯狂摸 医血可以死白瓢 白瓢 那你的体力值大于一 你失一点体力值 等于一就不失了 就是等于一就 那个随便那个发动技能 医血能白瓢三张 对 医血白瓢三张 但医血白瓢三张 他跟诸葛珊鼻血是一样的 会死的 那这个不像单挑还可以啊 单挑不稳赢 单挑对面 单挑稳赢啊 对面永远摸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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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 而且关键的时候 可以控别人的牌 知道吗 让别人摸的妈的垃圾 单挑你肯定稳赢啊 因为单挑对面摸的牌 都是你控的 你不肯定赢吗 都是垃圾知道了 对面马超 他永远摸不到杀 每次的那个闪电街道 每天每次的摸闪电街道 闪电火攻 闪电街道闪电火攻 这永远摸不到杀 对啊 这个武将很强的 这武将能做忠诚吗 能呀 那还为什么不能做 能硬牌 做忠我觉得输出不够 怎么输出不够 那现在我们干啥呢 还有玩会儿 你想你可以组个局啊 你玩会儿呗 黄龙日 我想我玩不玩都行 我随意 你别玩不玩都行了 你就玩不玩吧 你组你的局 难道我不玩你就不组了 是吧那我不玩 你别组了 不是你你这不当大哥 问你一声吗 我不玩你别组了 哈哈哈哈 玩会儿 不然那干啥呢 我不玩你别组了 你看那你问我干什么 八人的没有房 你看没有 没有人 老亲平安 玩会儿玩会儿 来来来来 都11点25了 那干啥 你今天几点钟开播的 我啊 我今天 幸福的 幸福的这个 幸福的这个 老宝贝热度没有老夫高 而且宣传也没有宣传的好 差多了 这个打的也比较 有一半都没有 打的比较 这个比较仓促 五十年就不知道知道吧 都没人看 你像五个都没怎么宣传 确实的 而且他那个时间点 很多人玩不了 你看那个谁 黄龙日下午就没时间 两点都看不了 玩也玩不了 看也看不了 都没时间 有很多人上班呢 对啊 整不了 这个点应该没人了吧 七零有开有人玩吗 开房就有 独练也不来打一打 独练不练 看明天铁下饭 独练不快下饭吗 独练那些武将 独练都不认识武将啊 独练 如果如果要是独练不下饭 我明天一天都不吃饭 这是一把坏掉的武器 这他妈是啥呀 距离是攻击位零是吧 距离 打不到人是吧 我问你 问你们一下 装备的这个折戟 是不是就打不了人了 攻击范围为零 什么折戟啊 就是这个 有的武器叫折戟 攻击范围为零 是吗 我说雇佣他妈的单挑 这么牛逼 谁他妈能给你打 就打不了人是吧 打不到人 什么雇佣谁是选手啊 他妈他还是主攻 我说雇佣单挑 什么的跟杰森权都能打的 他肯定赢 这个平 他再猜 那韩当应该可以打人吧 因为韩当 因为韩当的攻击是 无限距离 我觉得韩当应该可以打人 韩当应该可以打人吧 无限距离 他们说雇佣单挑 都比孙权赢哦 雇佣肯定啊 雇佣的过牌 比孙权多 比孙权大 雇佣过来比孙权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下午打比赛 下午打比赛都影响我直播了 我他妈先播 然后再下播 然后再开播 妈的开播 下播之后你们就聊会儿 我去他妈的 我他妈才不想聊会儿 打完就聊会儿 打完就聊会儿 他妈的影响我心情 能不能你妈让我 你妈正常的开播 然后你妈名字再聊 说实话 你说是不是影响我心情吗 不是 但是我不得不播 你这聊会儿 也不怪这个水友带节奏 因为你的聊会儿已经是 这个叫什么节目来着 每次比赛完之后的一个叫 锁定节目 锁定节目 关键是 关键是你给我一天 晚上的时间 就缓冲也可以啊 他妈打完比赛 下回还得开播 不开播的话呢 你们直播时长可能不够 而且这位还得猛播 懂了吧 对我这位也得猛播 因为要出门是吧 对 所以说你知道 你知道所以说就很难受 我知道了吗 啊 搞个下午的时间 真的难受 不过因为你以前 以前你不管你打俱乐部比赛 是聊会儿 9点开会 那现在晚上不可能开会 那你只能聊会儿了呀 那你不聊你 哎呦 这个奴马有距离吗 没有距离是吧 顾庸强不强顾庸 顾庸太太强了 顾庸没法打 这个奴马是不是没有距离的 就零距离 顾庸只能 顾庸只能 顾庸只能那个什么跟他对报 但是你抱不住 为什么好多主播都要说十二月猛播 因为十二月份的话呢 顾庸 顾庸 顾庸比较在意书记吧 顾庸也是一个考核 也知道吧 他们也要做书记 所以说就是主播也互相帮忙 就这么简单呀 而且还有年纪月有的可能还要出门 年纪月可能还要出门 而且我还回家一趟 还要回家 还要回家再几天 所以说 你要回家帮我忙 对吧 操管说话 我们能不听吗 对不对 操管叫我们猛播 那我们能不猛播吗 那咋办吗 如果你这个时常 时常应该 我们都是操管叫我们猛播 你看我们都猛播 猛播可还行 银马 这个这个逐鹿包 还有点意思啊 这装备 哪个有意思 你知道逐鹿包没有好多装备 还有女装 女装我看什么 那女装进入或离开女装备 其实若你是男性 那你弃之一张其他版 好 哈哈 我发现了今年的吗 确实是没 我也搞不 你能分析一下吗 你确实是没呀 确实没 真的 从俱乐部比赛到了 你打俱乐部比赛 保极了 保极 降极了 别保极了 都什么降极了 降极是你们两个打的 哈哈哈哈 但是保极是你们两个打的 不是我打的 我得沉浸一下 我打我了 降极是你们两个打的 那你看 然后你下面打那个什么也拉闸 打那个 那个 那个安賴也拉闸 对 然后你那个 斗地主比赛你比赛你也没进 那个安賴也没打 斗地主比赛我跟紫棋组队的 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没进的吗 你们知道吗 这个过程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是打了三组比赛 赢了两组 输了一组 输了一组 而且输了一分 你们知道是我们是怎么输的吗 我们是在最后四局的情况下 我们领先呢 好像是十来分 最后四局 四局全输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输了一小分 然后的话呢 刚好这一组 我们有三个小组 每个组都赢了两胜的 四个组打循环菜 有三个组都赢了两胜 你说巧不巧 然后我们就小分输了 然后我们输的那一次 我们输的那一次就输了一小分 而且是最后四次 最后四局全 负的那种 就真的你们什么都能被淘汰知道了吗 你知道吗 我跟紫棋组队 也运气不好 这个2021年马上就过去了 对吧 而且 紫棋我们打的其实不差吧 对不对 我们打的不差吧 而且我们输的那一次真的运气差 最后四局一局都没有赢 不错 要不然我们三连胜的 紫棋鄧棣主好像进决赛了吧 没有 就他跟我是 他跟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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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进决赛 他跟我是 他跟我们组队 他不是输的 我咋不会呀 他不知道你没 这水平没关系 我谁他妈知道啊 刚才谁他妈知道我没啊 我现在知道了 奶妈还玩吗 这个点应该没人玩了 对不对 第一天球文小船赢在对面 第二天大忧被翻盘 第三天我们又是赢了嘛 这真的是难受 来呀来呀 7336 我们东地主其实被淘汰 真的好可惜的 真的好可惜的 你以为呢 我们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输的 你知道吧 是因为小分输的 而且你妈 你干嘛 真的你妈不想输 打军巴 你妈真的谁跟我一边就赢不了 我的妈不知道谁是大魔王 我都搞不懂谁是大魔王 跟蔡克蔡没有任何的关系 只要跟我一边就赢不了 人人都是大魔王 有没有可能自己也是大魔王呢 人人也是大魔王 搞不懂 反正跟我一边 反正每个人都要出状况 不是我出状况 就是别人出状况 反正总有一个人要出状况 要不就是一百年呀 这个GY是不是老孙头 好像是老孙头 不知道有可能啊 这个GY不是老孙头 就是希望 我记得 真的搞不懂 不是老孙头 就是希望 是吧 我也不知道是谁 是希望是吧 要不就不是希望 就是老孙头 那GY一听过 这一看就是希望的 这一块就是希望的ID 天天女孩子的ID 你们借女号的 女号 借女号的不就是希望吗 那你也不是用了女号吗 零不也 对啊 你也不忘多让 我有的时候用男号呀 我一般不用女号 还有一个问题啊 真的 就像景叔那天所说的 你们这批人 你们跟我在一边的时候 你们就装死 你们沙皮达 也不是沙皮达吧 这有时候失误 在我对面里面 就一个猛的要死 擦我他哥哥的 真的好 就是跟你一起 就 就干碎你 跟你对面也干碎你 不是跟我一边的话呢 就失误连连 也不是说他们故意不故意吧 就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下饭 是不是 跟我对面的话呢 剪的这样都不一样 就比如紫西这种 光环 你会让队友的智商降低呢 就比如说紫西这种 跟我一边的话呢 就唯唯落落 跟我对面的话呢 今天来一种旁托 所以说你其实是有团队buff的 负面buff 就是跟你一起 就降到队友的智商 紫西这种也是的 对面就那个就是 对面那个火力全开 就不要干碎你 有这种可能性 跟我一边的话呢 就是你们唯唯落落 跟我对面的话呢 就猛个要死 一个紫西 你妈挨一个琴酒 都是的 我擦我他哥 这几个人点 还有个北风 北风也是的 北风你们跟我绑定了 从头绑定到尾 我他妈也是 这个北风我不认识 好吧 然后把我给淘汰了 对呀 关于是最气的 人家北风第七 你第八 我上去是最一样 从头你们跟我绑定到尾 没办法的 人家最后留严胡了 然后赢手 自己进来 是的呀 跟我对面的时候 就猛的要死 跟我一边的时候 就唯唯落落 你们玩个 玩个无意唯唯落落 玩个啥都唯唯唯落落 心两个也好